1851年12月17日 太平军在永安封王建立政权 天王洪秀全发布封王诏令 封杨秀卿为东王 萧朝会为西王 冯云山为南王 韦常会为北王 石达开为一王 所封各王聚首东王节制 由此拉开了太平天国建国的序幕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南方 兴起而波及全中国的农民战争 19世纪初 此时还在道光帝统治下的清政府内有外患 百姓民不聊生 彼时的广西津田村里 还是私塾先生的冯云山 烧炭工人 杨秀卿 萧朝会 齐日刚 地主 韦昌辉等秘密集会 以洪秀全为首 宣传拜上帝教 准备发动农民起义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分别在各自的领域打造兵器 操练兵马 为起义做着准备 兄弟姐妹们 昨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一个金盔金甲的真神 在天顶上飞过 那金盔金甲的真神 就钻到祠堂后面的草地上 古来成大事者 必先走流程 只见节奏大师杨秀卿 一顿操作 下面的农民起义军 一片叫好 为了印证他梦中所见 众人果然找到一块石碑 石碑上写道 刚务十一 金可征征 跟随我主 天国太平 此言一出 可谓出师有名 众人纷纷响应 下面欢呼喝彩之声 连绵不绝 由此太平军 在广西发动了 今天起义 并颁布条令 兄弟们 从今天起义 我们就不再剃发了 太平天国 项目青江 殿下太平 太平军今天起义后 清政府即刻做出反应 平南支县和徐州副将 兵分两路 前来围剿 此战太平军大获全胜 战后清军统帅 开始复盘 我们的绿营兵 团练总计三万多人 却屡战屡败 行再如此 比严惩不殆 随后发起新一轮围剿 广西提督向荣 亲自领兵 抄小路将太平军包围 在他们鄙视的根据地 双济山 危机之时 一代名将石达开战了出来 我们就应该胸有成主 一定攻去成事 这才是上策 如果我们攻下了县城周府 那我们就可以两广前多 太平军随后突出重围 并成功攻占了齐后的第一个城市 永安 也正是在永安 太平军首脑红袖拳 分封了五个视权王 太平天国政权 初步走向正轨 公元1851年 道光帝去世 咸丰登基上位 开局就遇到两个大难题 太平军 年军接连起义 前线战士 连连失利 咸丰不得以命 首席军机大臣 赛上阿 前往广西督战 如今之计 要马上精选大员 前往东西日啊 你去吧 奴才 愿往广西 而太平军永安封王后 由于分封不攻 导致第一次内讧 我秦日刚为天朝屡律攻勋 封王的时候 就没我的份了 你说 我比师大开差什么 一旁的韦昌辉 为了安抚秦日当的情绪 说出了事情 封王的前一天 天降瑞雪 天父林凡 通过杨秀卿之口 传出上帝的旨意 说除了天王之外 只能封武威王 原来事情 是节奏大师杨秀卿 一手安排 秦日刚听后 忍不住吐槽 去他的吧 什么天父天兄的 我才不信呢 奇料为昌辉 接下来的一番话 让秦日刚 彻底丧失信仰 什么天父天兄的 这和他妹妹 杨云娇弄的 那个鬼神伏体 有什么两样 虎天王罢了 你以为天王信吗 他怎么不信 拜上帝传教 是他的首创 可不能不信上帝 此时的秦日刚 还在气头上 直到维昌辉 一句话 直击灵魂 堂堂太平天国的天王 居然不相信自己 一手创办的拜上帝将 他不解地说出 自己的困惑所在 几世之前 从今天祠堂后面 不是还挖出个卑类吗 你笑什么 我笑你吃 早已看破一切的维昌辉 听后笑得合不拢嘴 看着对面 憨厚老实的面容 不禁说出真相 那个石碑 是萧朝贵班 也三更埋进去的 岂有此理 他们装神弄鬼 尝此下去 正计何在啊 这一刻起 秦日刚的信仰 彻底崩塌 为了顾全大局 一旁的围昌辉 劝道 埋师杯也好 天赋林反野吧 那都是做给 天国的将士看 你若是捅过了 天国上下 就成立盘散沙了 而另一边 清军大营抓到 一名太平军探子 赛中堂决定 自己审问 当还是老的辣 赛中堂上来 就施展攻心之术 直接把农民起义军的本质 说了出来 接着继续说 你们反抗朝廷 还不是为了 光宗耀祖 升官发财 你们占了永安 又封王又封侯 这与当今大清一样 这足以证明 你想要知道什么 这不共情能力 你们给打几分 赛中堂 直接把太平军的 局限性分析的通透 接着发出了灵魂拷问 你们能胜利吗 即使侥幸成功 你能活着 见到胜利那天吗 倘若败了 这祸事 要不及几足啊 果然能当上首辅大臣的 都不是一般人 赛中堂 要是再现代 就是活脱脱的 谈判专家 一方画下来 说的对面 开始动摇决心 接着继续发动攻势 你肯悔悟 我保揍你 当一阵总兵 堂堂二品大员 你不东西吗 代中堂画了一张好大的饼 以二品总兵的待遇 成功诱降了太平军小头领 周西呢 随后让他挑选了 十几个清兵化装成太平军 混入城中 准备来一波里音外合 说吧 他们得意的笑了起来 大人锁定之际 神鬼莫测 万物一失啊 告辞了 可事情进展的 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 这些混入城中的清聚 不知道太平军军中有敬酒令 晚上聚集在一起喝酒 这一幕正巧被前来查阴的洪秀全发现 你们是从哪入的营 不知道太平军的规矩吗 您就是第一眼尽 抓住 周西能怕事情败露 选择了杀人灭口 这一行为引起了洪秀全的怀疑 朕还没问个子武某友 你怎么就把人砍了 去手上吧 臣知道 他上面两个饮酒的士兵 为什么那么近期 反常吗 能成大事者 弊异于常人 洪秀全即刻下令 让杨秀卿查清此人理系 继续找秀卿把这件事告诉他 经过种种推断 判定了杨秀 从外面招兵回来的周西能身上 他带来的士兵行为古怪 很快就报了 这些兵不老实 东大厅西大厅 是能莫成立的虚实呢 怪不得这几天清流暗兵流动 原来等的内奸 理应外合呢 杨秀卿知道后 一边增派少岗 一边安排人 监视周西能 让红杰教苏三娘他们上场守夜 另外对周西能这些人 要严密监视 刚安排完事情 只见探子来报 东王 请要在南门和北门 同时发动进攻啊 清军正在攻城 杨秀卿料定这是阳公 他这是打掩护 他来个虚虚实实 我就给他来个 实实虚虚 周西能已成跳梁小丑 彻底沦为 双方统帅博弈的棋子 杨秀卿决定 来个将计就计 抓一个周西能 打破敌人的理应外合之计 只是一个大手 但是这还不够 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 在中堂这边 还在幻想着自己的计谋 能大败太平军 殊不知此计 已被杨秀卿识破 他派出的内奸 周西能已经被全方位监控着 而周西能派出去 宋姓的小兵也被截获 别动 干什么 把手掌开 掌开 周西能虽然将情报 藏进了小兵肚子里 可还是被李秀成翻了出来 杨秀卿决定 来个鱼目混珠 让未来的中王李秀成 假扮成宋姓的小兵 去给赛中堂传递假情报 你们二位觉得怎么样啊 会不会有诈 不会 那周西能已经把他的老母亲 偷偷地送到咱们这了 他要是耍花样 无非不要他的老娘 赛中堂果然中计了 真的相信了密报所说 即刻钓急兵马 准备来个他想要的里应外合 等待他的是太平军 一波又一波服 赛中堂一师族成千古恨 被杨秀卿完美反杀 前几天酬粮 有几个弟兄 割倒了一片老百姓的道路 什么 这还了得 前期的太平军 军纪言明 对百姓秋毫无犯 为了补救此次事件 杨秀卿想了个万全之策 随后拉出了两个 违反军纪的士兵 准备就地正法 以正军纪 百姓们被这一幕感动 纷纷求情 杨秀卿见效果如此之好 百怕二人一人一百军棍 并与士兵一起接受处罚 以此维护太平军军纪 我杨秀卿都师不言 也当受网 打军棍一百 东王 东王 不能啊东王 对 就由你来打 杨甫清含泪 打了哥哥一百军棍 周边的百姓 早已气不成声 杨秀卿这波操作 不仅严正了军纪 还获得了明星 就连红袖拳 也给了高度评价 打得好啊 打出了太平天国的国威 打出了军威 远近周线都传为假话了 说什么 说太平军是 人人称道的仁义之士 公元一八五二年 太平军攻下永安 已达半年之久 洪秀全决定战略北上 率军民一起撤离 正以为 现在是到了北上的时候了 永安城不是我的立国之者 清兵得到消息 拼命追击 由于太平军很多人 是举家来投奔的 所以行军途中 老幼妇如皆有 行军速度缓慢 大帅长毛带着家眷 必然走不快 我们有疾兵 可以马不停蹄地追击 为了掩护大部队 天官正成像秦日纲 率不断后 民贼是断后之军 不歼命 就无法追上长毛中军 立即出发 勿奸侵贼 此役太平军后卫队损失惨重 有两千多随军家属被俘虏 那些人和那些长毛一样的 顽固不化 对这样的人 除了杀光 还会有什么办法 两千多太平军家眷被坑杀 惹得他们身穿丧服 上阵拼命 所谓挨兵必胜 压力点到清军这边 龙秀泉率领诸王走在最前方 后面全是身批校衣的士兵 场面声势浩大 太平军化碑痛为力量 所有核心将领军身先士卒 顶着清军炮火冲杀 这一战清军损失惨重 光总兵就死了四个 天津镇总兵常锐 甘肃梁州镇总兵常寿 河南河北镇总兵董元甲 湖北云阳镇总兵 邵鹤林拒死了 难怪咸丰如此大怒 但好在咸丰以大局为重 没有过分怪罪赛中堂 蒙皇上开恩不杀 已经是格外之恩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赛中堂的猪队友又来坑他了 大帅 我报告一个好消息 我们抓到了一个长毛的大人物 是天的王红大权 是红秀权的弟 我不过一野村妇 不堪忍受官复其压 愤而其事 如此而已 红兄何必失控否认 老夫一只先生 乃伪天王之胞弟 天德王氏 红大权原名较量 只是太平军中一个无名小卒 他改名换姓 还得从一个梦说起 我做了个梦 梦见来胡子天父下满来 他对我说 较量鸟子 你要用心扶持而住 从现在起 你便是天王之地 我想既然是天王之地 哪有不姓胡的道理呢 义父之名 可谓是太平天国的老传统了 杨秀倾听了 也不好多说什么 他自己就是最大受益人 既然如此 你当为天王尽心尽力才是 不过 还是叫你的娇量 是 可这红大权永安 突围被俘后 在大牢里又耍起小心思 人家都往小牢 不关心 你却往大的说 你呀 就按我吩咐的去说 将来 我走的运动 我绝不会忘了你 他说服 同样被俘的太平军小头领 在牢里散播假消息 他真是 洪秀权的弟弟 千镇万确 他与东王杨秀卿 共同执掌军机 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 天德王 九千岁 一番话下来 对面半信半疑 只好召见洪大权 亲自面谈 判别虚实 哼 我既已做了阶下球 自当引进就路 生当为人节 死一位鬼雄 但啥而已 这波真可谓引地级表演 对面已经全然相信 他就是洪秀权之地 这个显赫身份 态度立马来个大转弯 先生在逆党之中 也不是平常人 乃万成之尊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影帝红大权 在广西成功细耍赛中堂 被误判为太平军高层 给他极高的待遇 只为让他写一封劝详信 这是红大权从青药大营里 设来的劝详信 他自称是天王的胞弟 赛上额 以为捞到了一块肥肉 众人看过内容 轰堂大笑 而可怜的赛中堂这边 还被蒙在鼓里 劝详信已经过了好几天 都没反应 只能自我反省 此计不成 赛中堂只好把红大权 送往京城 名义上是押送 太平军二号人物 想要以此抵消过失 让咸风消消气 曾国藩正式出场 负责查明此案 而红大权辗转反侧 关押了好几个地方 心态早已崩溃 曾国藩几句话 就把他的底套了出来 一打入天牢 我就知道那小军机是骗人的 我是被当作贼手 带到京城来请功的 这么说 你不是红袖权之包弟了 红大权慌了 为保全自己一命 什么都交代了 我的原名叫焦亮 是湖南三合会的首领 为了追随红袖权 我到了他那里后 才改的名字 为了活命 红大权提出了投名状 求二位大人救我 我有能力替皇上 铲除红袖权 他的那套战略战术 我太明白了 可惜事与愿违 红大权最终成为太平天国 第一位被凌池的首领 严峰彻底怒了 他亲自任命的军机大臣 围剿不力 导致太平军日益壮大 为了将功补过 又被红大全坑了一波 此时的赛中堂 早已没有之前的义气风发了 奴才罪恶辜负圣恩 冤听圣财 苏顺 你说他该怎样处置 咸丰生气归生气 可还是给了老中堂一个台阶下 一旁的大臣看了下咸丰就瞄懂了 皇上 何许官职 超莫家产 还不够死罪吗 退长 咸丰见目的已达到 就溜回后宫了 逃过一劫的赛中堂 早已心力憔悴 却不忘感激之言 多谢赵英 多谢赵英 哎呀 我说你呀 也忒打大了 咱们敢弄一个假的天的王 来向圣上邀功呢 北孔大权 今天在西市 要掉脑袋了 公元1852年 太平军北上围攻省城桂林 由于桂林一守南宫 还有广西提督 向荣座镇大本营 行动失败 长路撤了 撤得如此利落 天佑我也 大帅 桂林总算保住了 大帅 你看那边 太平军调转目标 继续北上泉州 由此爆发了著名的缩一度战役 撤 清军名将江中元 在此射服 并用树木堵塞了河道 拖住了太平军战船 行进速度 此意太平天国 损失了南王冯云山 撤上火炮 你们身够 走 快撤 快撤 走 太平天国开创者之一 族其忠勇财德与智谋气度 实为太平天国之第一人 由此也埋下了后期天津事变的莫根 此时的洪秀权 已然失去理智 红秀权执 河村江中元老贼的人头 为云山兄弟下葬 洪秀权执意复仇 此时能劝动他的 就只有杨秀卿 在天王心中 兄弟之情 与天国大业 哪一个更重要 你的意思 真是不顾大局了 洪秀权下令正面 应当清军大营 久攻未顾 杨秀卿为了减少损失 直言道 为了一个兄弟 而让千千万万的兄弟 去流血牺牲 难道天王 不是新村杂念吗 左宗堂二十岁 就中了举人 之后三次会试 屡屡不重 只好隐居深山 却深知天下大事 这太平军过境 百姓纷纷投靠 想必他们必有令百姓 欢心鼓舞 知己呀 太平军从广西撤出 进军湖南 得知消息的左宗堂 知道机会了 天下大乱 也许是好事 久乱 方能大智吗 自古都是武将开疆拓组 文臣治理天下 红秀全也深知这个道理 攻入称州后 便找来石打开 一起商议 招募能人意识 石打开啊 朕找你来 是想和你商量一下 广来人才之事 我们不能光招兵 也应招事啊 石打开表示赞同 并且自己私下 以找人网络人才 一入湖南 我就听人说 湖南有几个大才子 一个是 吴林义 还有个叫曾国藩 红秀全笑了 胡林义 曾国藩都以入朝为官 且身居高位 直接被他pass了 曾国藩已经当到了二品侍郎 是我们的子对头 那个胡林义也不成 他在鬼州当官嘛 石打开见状 给他推荐了左宗堂 还有一个狂傲不济的 又有大才的 叫左宗堂 这个左宗堂 他自封为金亮 诸葛亮是古亮 他是金亮 是当今的诸葛孔明 石打开在介绍左宗堂的消息 古来圣衔接寂寞 红秀全听后 不免有些好奇 这个狂傲之人 我想他必有真的本事啊 打开 你无论如何要找到他 红秀全还是很爱惜人才的 石打开奉命去寻找 可战乱时期的百姓 见到来历不明的太平军 早已逃之夭夭 村里只剩下个放牛童子 那是去找左宇人呢 我是他的朋友 你知道他到哪去了 搬走了 你们就是长毛吧 挺聪明的啊 童言无忌 石打开得到消息后 并没有为难这个放牛啊 而另一边的左宗堂 却也对太平军很感兴趣 我倒真想去亲眼见识见识 又何惧只有 石打开万万没想到 自己苦心寻找的人 竟主动来找到自己 左宗堂化名 高继左 前往太平军军营 你姓什么 姓高 你学问大不大 这怎么说呢 我自己认为 我有惊天美丽之才 好不容易来了个有学问的 随从 联盟向石打开汇报 得到了石打开的热情款 像先生这样 不是我等为贼寇的读书人 术凤毛临角 可贵之志 请 石打开此时 还不知道 面前之人 乃是他寻找已久的左宗堂 但还是以礼带之 很是尊重读书人 左宗堂见对方 态度如此之好 直言道 杨秀卿见到左宗堂的第一面 就注定两人不能一起共事了 杨秀卿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不料左宗堂只是几句话 就让他勃然大怒 杨秀卿表示不服 反问对方军事上的问题 左宗堂接下来表达出的战略观点 句句戳到他的痛处 今天起兵 你们既因灰尸北上 可你们却在大山里盘盖了几个月之久 失掉了大好的战绩 那时候清平尚来不及调兵遣将 本是你们势如破竹之事 此一一无一 在运动中拆分敌人 然后集中优势兵力 打尖灭战 确实是很高明的战术 红桂林围了四十一天 围长沙已经是七八十天了 这是消耗战 围兵家所不取 此二无 你们攻下泉州 却误了十一天宝贵时日 彼时广西清军跟不上来 湖南是空的 如不打泉州直插长沙 他不是军事队 此三无一 左宗堂胸有成竹地分析完太平军的进军路线 一旁的杨秀卿听完脸都绿了 气得一路小跑 石打开是聪明人 此举是彻底得罪了杨秀卿 纵有爱才之心 却无留人之力 可能下一次见面就是敌人了 石打开很可惜地为左宗堂践行 今日已决 也许终生已会期 先生能为我留起个字吗 左宗堂 好 只必伺候 一王 快叫高将人走吧 刚刚有人来送信 说东王要有人来捉高先生的 杨秀卿越想越气 竟派人来抓捕左宗堂 好在有石打开的庇佑 才得以回家 太平军围攻长沙 已达三月之久 久攻不下 损失惨重 西王萧朝贵死在长沙城外 因此石打开决定转移战 调虎离山把清军主力吸一开 你去告诉向荣 就说我们已经把地道 挖到了长沙城的大波斯底下 炸药对了二十弹 只等另一条地道 挖到了府台衙门底下后 就一起爆炸 口说无凭 向荣肯定不会轻易相信 陈玉成心生一计 他把自己头发剃光 化妆城从长沙城出来的小和尚 前往了清军大营 你是哪个庙里的和尚啊 我是大波斯 四天前 会员长老叫我出城去 接我师兄 叫长毛给抓住了 逼我挖地道啊 挖地城来了吗 向荣慌了 他居然真的相信了 为了和长沙城的张忠城抢攻 向荣领着大部队 浩浩荡荡地去找寻地道 如果我们把情报告诉了张亮基 挖出了炸药 破坏了地道 那功劳就是他的 老口的肥肉 岂能善让 可惜向荣的算盘落空了 程玉成趁乱跑了 清军这才发现不对劲 此时正巧张忠诚 带着他的幕僚 左宗棠来看醒 江大人 江大人 那是怎么办 唐毛把地道挖到这里来了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消息啊 小猴跑 什么 给我追 杨秀卿正在点将 石打开的调虎离山之际成功了 长沙城外的守军兵力空虚 正是他们战略转移的大好时机 而城里的清军 此刻还被蒙在鼓里 让我们挖地道 他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啊 长毛 真是神出鬼 昨天半夜 长毛军已如出过河 与时他开会师 一举占领了龙回头了 杨秀卿确实算得不错 他料定对面 以为他们要难撤 可惜他漏算了一个人 现在看来 长毛是意在取乡谈而南下 不 你一定是北上 你们立即违反 分左右两翼 掩护天王的诸军 是 杨秀卿的小心思 被左宗棠看得透透的 可惜对面 这边两位大人不和 太平军不久后北上 攻打武昌 守武昌的提督是哪个 叫窗服 是满人吗 这个笨蛋 他们居然 把武昌外围的兵 全撤到城中 连 好来 迎来都不拆回 这不是给我们留的吗 武昌守军 不善水战 把外围兵力 全部撤入城里 太平军势如破竹 一举攻入城中 前期的太平军 进城后 颁布的一系列条令 很适得民心 太平天国攻占 湖广重镇武昌 立即搬行禁令 严禁西石 泛于鸦片 严禁长计 严禁与人铲足 太平军攻入武昌城的 第一件事 就是超家产 仅仅在一位大户人家 就查出了一百二十万两白银 而北王维昌辉 负责查抄的总督府 更是数目惊人 我刚从罢官的总督 成玉彩家里过来 这个狗探官的 全是一水的官制元宝 一共是六十万个 五两一个 三百万两啊 消息传到咸丰耳中 气得他暴跳如雷 听说 罢匪在当过 湖皇总督的成玉彩家里 换出来三百万两白银呢 你说什么 你只过暗中差时 如有其事 将那成玉彩押回 而维昌辉此次 除了查抄的巨额财产 还有意外收获 昌辉啊 我听说 你那压了一个女子 是青楼女子吗 不不不 是成玉彩的二女儿 叫成岭男 维昌辉 把总督之女据为己有 可惜他的小算盘 被杨秀卿发现了 官大一级压死人 他只能让给了杨秀卿 你是想纳他为王娘 对不对 不不不 小弟不敢 我是觉得 东王过于客亲客奸 所以我想 昌辉 你看我杨秀卿 有好色之痞吗 杨秀卿几句话 就把维昌辉 拿捏得明明白白 虽有一万个不情愿 但还是好话说尽 拱手相让 成你一番美意 你去把那个成岭男 给我送来 我倒要品评一番 你说的国色天香 是不是言过其实 维昌辉 把总督之女 送往东王府 杨秀卿第一眼就动心了 我很可怕吗 我看东王 是个面善之人 杨秀卿听玩笑了 开始介绍自己的身世 其实 我也是个本分之人 原来在山里烧炭 从没想过封好百相 可这暗无天日的世道 逼得百姓不得不分 随后杨秀卿 把陈领男的父亲 搬了出来 说明其中厉害 在你们家 一下子就绝出了三百万两人 看看你老子 谈赞王王到什么地步 身为总督之女 也是聪明人 他也知道杨秀卿 表达的意思 为了一家老小的安危 选择投靠了 眼前这个有权有势的男人 切以尾山东王 从今往后 就是东王的人 希望你不要抛弃我 我所能做的事 就是赦免 你们一家老小的死罪 太平君的腐败 由此开始了 杨秀卿还没高兴几天 成岭男就被红秀全发响 可称得上是国策天资 想必是秀卿武帝所大的新宠啊 不不不 天王 小弟哪有那个艳福啊 红秀全为首的太平君 沿江东下 兵风直指南京 现罗大刚故 近战了太平府 陆路临凤祥 李开芳逼近了江宁 咸丰顾得已 召见大臣开会 养兵千日 用在一时 而朕欲用时 个个狼狈不堪 受鸦片战争的影响 咸丰的陆营兵 军营中 很多士兵都抽大烟 战斗力低下 只得询问一旁大臣的意见 苏顺 您有何良策 奴才以为 仍启用汉人 让他们办团链 再建一支 能征善战的新军 随后 他推荐了最佳人选 曾国藩 您有什么 皇上 曾国藩 便可当此人 闻人带兵 真 不敢期望太大 咸丰还是有点犹豫 在一旁大臣的 极力推荐下 咸丰最终还是同意了 那好吧 就下一道御址 让曾国藩办团链 就在湖南办团链吧 可原水解不了尽可 办团链训练士兵 也是需要时间的 太平军已经兵名城下 此刻他们已经在商议 如何攻下南京城了 有黎凤翔 指挥一凤门外的总攻 是 李开芳在聚宝门外 侧影 是 其余个不跟进 是 公元1853年3月29日 太平军攻下南京 在此定都 改名为天津 开始了与亲王朝 长达十余年的对峙阶段 自广西起兵以来 短战南北 今 以克南京 建都此地 改为天津 洪秀全自封万岁 咸锋最担心的事情 终于来了 他被气得卧病在床 只能在床前 召开会议 无难曾国藩相言 可以上阵了吗 为皇上 乡军 正在仇剑招兵 上去训练一些食物 才行 照告呗一下 不管是谁 是汉人满人 一概不论 凡是能攻破南京 剿灭发挥者 朕 封他为王 咸锋做了一个 违反祖宗的决定 按照亲王朝的规定 自康熙以后 汉人不得封王 下面跪着的大臣 说出了亲王朝组制 王上 咱们的大清朝组制 可是不能给汉人封王的 要是汉人攻破了南京城呢 那就封汉人为王 贴帽子王也可以封嘛 咸锋是真的没有办法 只能抛出高官后路 让下面的官员 办事更卖力 为了让众官员 不再议论 违反祖制一事 他说了自己的观点 祖之不许 可英明这种 也可以随时为社稷着想 更改祖制 还不快快挟职 这 重上之下 必有勇夫 皇上圣明 杨秀卿飘了 太平军定都南京后 只派出了两万人去北伐 就连洪秀全都看不过去 两三万人的队伍北伐 朕认为 力量单薄了些啊 这人虽少了些 可都是 以当时的老广西兄弟 杨秀卿 此时已经被胜利冲昏头脑了 任凭洪秀全 如何劝说都没用 他现在满脑子 都是自己的私事 进入南京城的第一件事 就是修建自己的东王府 你的北王府 选在哪了 原是山东沿运市 和其兴的柴地 倒是富里堂皇的 但是我总觉得 终有一些存疾 去看看 杨秀卿表示 我就是喜欢俗气的 韦昌辉给他安排的东王府 他没看上 反手要去参观下北王府 果然北王 把最好的留给了自己 东王府 就设在这了 天 只要东王您 忠义这个地方 小弟弟应出让 杨秀卿太过 嚣张跋扈了 同样都是王 先是抢了 韦昌辉四流的总督之女 又是霸占了他的王府 韦昌辉是敢怒不敢言 两人之间的仇恨 又加深了 杨秀卿本人 却毫无理会 自顾自的指挥 东王府的规划 这个门楼 一定要给我画得漂亮些 这门外嘛 给我修个望楼 要五层高 这门两边嘛 门两边 放着石门大炮 老板名发 太平军定督南京之后 兵力已达五六十万 且一路攻周破釜 士气正左 杨秀卿却让大军停滞不前 只派了两万多老兵北伐 连他们的对手都知道 此乃重大战略失误 这么说 发北京南京而果足不前 乃大大的是这 可杨秀卿本人却不正想 由于红秀全南京称帝之后 身居简出 大权已然落入杨秀卿之手 此时的他目中无人 无断专心 通过了江南半壁 打北京 不是更轻而易举了吗 何况 这一路打下来 你看青腰扛打吗 圣上不必担心 林凤强 李开芳他们 够了 红秀全这个时候 还算清醒 想出了大局观 秀卿啊 你可是 离辜了青腰啊 你打北京 青腰会全力的抗 并非是江南周线客 千万不肯掉 清新 红秀全担心 北伐兵力不足 让杨秀卿增派兵力 杨秀卿表面 是答应 可后面 只是随意户 毕竟他的精力 要花在他的东王府上 圣上 不必担心 活在家的人嘛 太平均稳定南京后 为了选拔人才 推行科举考试 且开创新规 允许女子参加 他就和我一天国不一样 去哪 还要去你 这天国也要开课考了 傅善祥出生于书香世家 自幼聪慧过人 喜读精识 看到榜单上的内容 不经兴喜 小姐 来看一告 是要 好女状元 小女子才学浅薄 怕要名落孙山呢 不要紧 要是考不上 娘到女馆来 去认识人是 红宣娇 苏三娘 太平天国 有个奇葩的规定 不仅在军中实现 男女分营 更是将它扩大到老百姓中 夫妻不得同住 俗称男馆女馆 而红宣娇苏三娘 就是女馆负责人 你们太平天国 正是让人大开眼睛 居然还有女官和女兵 是太平军的北伐逝世大会 北伐军总指挥林凤祥 点兵两万 由浦口北上 目标直指清王朝的核心位置 北京 杨秀卿太自负了 纵观历史 由南到北德国政统的 就只有大明了 徐达当年北伐 带了足足25万大军 反观太平军 只有两万多兵力 就连林凤祥本人 都不看好 临行前 还在吐槽 我不替太平天国打先锋 谁去打先锋 只是让我和李开芳 带两万兵吗 军王实在是太轻敌了 他知道 死去可能不复返 对着自己最爱的女人 说出了藏在心里 多年的话 你哥哥非比你 嫁给萧朝贵 我李龙湘 为顾全天国大军 忍痛割断了我的情思 你知道 你哥哥为什么 非要拆散你我吗 红宣娇不以为然 认为红秀全 是看中了萧朝贵老实忠诚的人品 林凤祥说出了红秀全的真实意图 是为了在权力上制衡杨秀卿 他是用西王 分东王的权 东王不是借天父附体发威武 西王 就以天兄下凡传御臣 西王的御臣 都是有利于天王的 现在东王权重功高 可长此下去 天王都得听他的了 真热的 归根结底 还是西王男王死得太早 导致没人能制衡住杨秀卿 最终导致这支北伐军的悲惨命运 杨秀卿开始跳大神了 他假借天父上身 化身为红秀全的爸爸 红秀全自己一手打造的形象 自己也不敢去推翻 有点军权神兽的意味 只能乖乖乖地跪下阶线 秀全 而等定都天经 以使民众安民乐业 朕以让而搬行天朝 天母制度 为何托至今日 尚未 安行啊 杨秀卿自持长辈的身份 再责备着红秀全 下面跪着的红秀全 已经再翻白眼了 这个天王当的真窝囊 却也只能揣着明白装弧 领天父 秀全 已令秀卿帝 近日即可搬行 借天父垂问 秀全 并带领民众 安民乐业 这个回答 让杨秀卿很满意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接着继续下达旨意 杨秀卿之所以借天父之口 说出这句话 是因为红秀全 要把公主嫁给陈玉成 陈玉成却并无此意 而陈玉成的叔叔 是杨秀卿的军师 所以就出现了这一幕 杨秀卿此举 不但笼络了人心 还让自己的权势 达到底风 陈成荣是守黑 又在东王府里办公 他手上的权力 是至少可能 这样说了 天父下凡 是不让陈成荣 离开东王麾下 红秀全 这是遇到杂场子的了 英国基督传教士来拜访 红秀全热情招待 双方进行辩论大赛 上来就抛给红秀全 一个炸裂的问题 不过红秀全发挥很稳 说谎都不用打草稿了 不不不 我们的下帝 说的是中国话 那我们应该算是亲戚 可以说 你算西洋本家 他们就上帝说的是中文 还是英文这一议题 进行深刻讨论 结果是 红秀全略胜一筹 接着传教士又开始质疑 红秀全这个天王的身份了 新约旧约都没有提到过 耶稣有你这么一个弟弟 从来没有过记载 红秀全不慌不忙 开始解释 可以说整个太平天国 除了杨秀卿 就属他最擅长这类知识了 天父 掌管天上和凡间 而天兄呢 管理的是天堂 而朕呢 则管理的是凡人世界 红秀全脸部 红秀不跳地说出这番话 对方已经被整不会了 传教士此次目的 就是希望能来太平天国传教的 跟红秀全沟通完之后 他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看来我只好去传我的教了 我想我们无法统计了 朕封你个官 封我个什么官 给你个丞相吧 什么九等文官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官 相当于英国的首相 太平天国的官职有多离谱 前期丞相便递走 后期封了两千多个王爷 丞相又分为天地 春夏秋冬正负丞相 总计二十四人 给这个英国传教士封的丞相 是排名二十五 不过红秀全也有他的用意 这是洋务丞相 天国的通治外交 都会由你来掌管 让外国人不能随意欺辱中国人 也不许下中国卖鸦片 有一说一 洪秀全在对待列强方面的态度是相当强硬的 对外不含糊 这一点比亲王朝硬起多了 你只告诉那些 架着铁甲炮船的英国人美国人 不准他们随便创到长江 来窥视天朝 当然 他也不只是说说而已 直接下令开炮 轰击列强军舰 前几天英国公使文汉 带着两组英国的军舰 打着中立旗号 绑住正江江面 太平军命令他们离开 他们竟敢开炮 天王为此恼火 也命令浩台士兵 向英国的军舰开炮 这样一来 他们才不得不退出了长江口 传教士听完大受震动 他没想到洪秀泉这么刚 随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如果他们再敢来进犯长江口 你就用大炮把他们打成 好 好 你是洋人里最公道的朋友 虽然太平天国很多制度 引起了传教士的兴趣 但他还是拒绝了当官 你们的官我是不准备当 我也看到你们把官舱给打开 把粮食分给人民就白吃了 还有你们不允许男人和女人住在一起 我觉得我到了一个十分美好 又十分古怪的国家里来 洪秀泉也没有强求 只是留他吃了的晚饭 杨秀卿有多嚣张 只因新科女状元长得太好看 他就把人家留在东王府据为己有 一点面子都没给到洪秀泉 你就留在东王府里办事 本王封你为东殿女不输 兼领礼不尚服 你就住在东王府里 而另一边的洪秀泉 还在傻傻的等着召见女状元 毫不知情 新科女状元还不来险 这才几步路啊 天王 女状元 夫战祥留在公王府当了女故事 来遍 洪秀泉听完脸色一变 但还是忍住了 谁叫人家能化身他的爸爸 可洪秀泉的两个傻哥哥就坐不住了 太有想话 知不知道谁也天王了 天王 陈去交涉一下 可好 不必了 留在东边也好嘛 东王正午繁忙 应该找几个文笔好的人 代替代达文术 洪秀泉表面上还不能和杨秀卿闹翻 只能自己找个台阶下 可心里已经在盘算着如何打压杨秀卿的势力 二人的权力斗争也正式开始了 东王也太罚活了 不要因为天王不问政 他就欺人太甚了 这东王府 无形中成了另一个黄泉所在地 要检出他 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太平天国还是有明白人的 两王之间的权力斗争 北王为昌辉是最清楚的 他自己就是在家缝中生存 目的也是为了保全自己 同时他也在找准机会 颁倒杨秀卿 这东王 他动不动就来个天赋附体 让天王跪在他脚下 听他的训斥 迟早会出大事呢 那不如先下手 他还只是飞扬跋扈 尚未漏反 我只要半周年 看天王的颜色就是 杨秀卿的嚣张跋扈 最终也导致自己 天津事变的悲惨下场 红秀全又来花大饼了 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 一路势如破竹 从山西打到了河北 咸风都震动了 崩侯拜向 还不如 给我们多发一些援兵来 是啊 伟大不掉 天津有难处 孤军北伐 流动作战 他们现在急需的是一支援军 而不是一指侧风 可天京城外围 有着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 再加上红秀全杨秀卿 此时已经开始内斗 所以他们是指望不上了 现在 曾林庆 已经战进了罗州 我们现在直撲北京 怕事不那么容易 一路展光过线 生兵过于疲乏 我看应该歇歇 他们意识到部队 一路转战 士兵过于疲乏 在深州纠整几日后 兵分两路开靶 下一个目标就是天津城 而他们的对手 僧格林庆 早已在等待了 一个毛贼而已 把所有的重炮 都给我掉到前沿来 狠狠的轰 把他给我炸平 僧格林庆呢 现在已经围了上来 他们不会让我们 心安一举的拿下天津 去围攻对京 他们现在是孤军 深入父辈受敌 林凤祥思索再三 还是写了封信 向杨秀卿申请援兵 马上弄一套老百姓的服装 为天津去请军援兵 我的信 马上就写好 这下 若我发兵 我万语北伐将士 就回不来了 好吧 好你告狱 让扬州下官 又副丞相曾立昌 率所部万语人 为北上援军 杨秀卿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批援军 几乎全军覆没 失败的最大原因 就是杨秀卿任命的统帅 不是一般的无能 龙秀全 又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整个天津城 他最想除掉的人 就是在他旁边的杨秀卿了 一言不合 就化身成他的爸爸 完全不把他这个天王放在盐里 他现在做的就是先安抚 后解其语意 杨秀卿还委屈上了 你俩现在这关系还用外人离间吗 不过洪秀全还是懂离间的 就在他俩谈话之前 洪秀全就用此祭除调东王府的天官 正成像曾水源 你带一百名牌刀手 去单途运回二十万弹粮来 边境快闹粮荒了 这二十万弹军粮 十天期限 你知道吗 你此去 必死无疑 洪秀全挽起共情了 可曾水源到死都没想到 他的死是洪秀全 一手策划的 洪秀全知道自己的妃子 私下与杨秀卿私通 他利用这个关系 故意吹起了枕边风 暗示曾水源是他的人 这太好了 杨秀卿性格多疑 真的相信 随后给了一个 曾水源完不成的任务 单途 如在天国的半途之内 又隔着江南大营 又向龙邓少良 把手要紧 你怎么过得去呢 就算过去了 你向谁抽那么多粮 你是买是抢啊 你把我成军物 是死罪 龙王 这是要陈死 借刀杀人而已 随后曾水源交代了后世 毕竟他曾经救过洪秀全一命 洪秀全答应照顾好他的家庭 让他走得安心 成为了两王权力斗争的 第一个牺牲品 臣告辞 水源 水源 红秀全已经被欲望冲昏了头脑 可是他却找错了人 更令他没想到的是 现在时代已经变了 苏三娘直接掏出了羊枪 吓得红秀全瘫坐在地上 你如果扔要胡来 我就先打死你 然后 我也死 三娘 三娘 苏三娘原是广西天地会首领之一 道光29年 在红秀全的邀请下 和他的爱人罗大纲 一起加入太平军 率所部兵力 参加今天起义 这个时期的红秀全还没有腐败 很是尊重两人 甚至在罗大纲与杨秀卿争吵后 把队伍拉组上演了一出月下追寒信 不惜下跪挽留 三娘 为了天国打夜 我红秀全 远跪下秋贤 你们要是不回去 我永远不会起来 红先生 为了你这一片真情 我罗大纲 随干脑徒弟 在手不惜 可定都天津后 红秀全开始飘了 因为垂涎苏三娘的美色 把他掉入了自己的天王府 当女官 时间一长 就暴露了本性 苏三娘 苏三娘 这把王位丢了 你再走不惜啊 我已经是罗大纲的人 我不能 做一个人人唾骂的 借人 苏三娘以死相逼 让红秀全 把他掉到罗大纲的部队 不想再待在天王府了 你马上写一道 你的金币照着 铁除我在宫中 掌潮仪的车 还 到罗大纲的兵营出去 快些 红秀全这边情场失忆 而他的名誉父亲 杨秀卿那边 却是略胜一筹 你真天真 你跟着我东王 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曾国藩的相军 首次失败 被石打开逼的 跳河自尽 老在被护卫 及时救下 1854年 太平军攻克了汉口 随即冰封 直指湖南省府长沙 曾国藩的相军 兵分两路 一路向湘潭进攻 另一路 由自己带领的水师 偷袭太平军 水军大本营进港 当曾国藩 率领水师 到达进港时 包以列阵的太平军 用密集的炮火 攻击相军水师 将军水师 顺时乱了阵脚 立即转舵车退 谁知此时天气 都站在了太平军一方 强劲的逆风 把相军水师 吹到了太平军火炮射程之内 曾国藩苦心经营的水师 又这样成了 太平军炮火面前的火把子 曾国藩看着自己的相军士兵 被太平军虐杀 自己则回天无力 满是忧愤和绝望 于是跳水自尽 好在他的另一路 湘军在湘潭取得战果 多少也挽回了 曾国藩的信心和声望 进港失利是很小的失利 湘潭大劫 我们消灭了长毛春关 又曾将林绍章 精兵两万人 这是我湘军的大劫 且他的好友左宗棠 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一个主帅 一掌失利 便自前总 也以为 这是鼠目寸光的无能之辈 我为有你这样的朋友脸红 把得好 我是太盘中面子 可还有另外的一层 当时投水是为了尽忠 我不能当长毛的俘虏 杨秀卿又在作妖了 他要打北王的屁股 下面众人纷纷求情 看在北王格高望重的份上 求东王免打 请东王开恩 杨秀卿不予理睬 更是仗势欺人的说出这番话 德高望重 还有何德 德有多高 不准求情 过下去 打 唯昌辉自知此时 还斗不过杨秀卿 只能认打 谢 本来杨秀卿是打不到他的屁股的 毕竟两人没有彻底娇恶 只因唯昌辉的父亲出行时 遇到了杨秀卿的仪仗队 得罪了杨秀卿 这里介绍下杨秀卿的仪仗队 光他出行 不从东王府 调动了上千人 走在前面开路的 是举着秀有龙凤鸟兽的 数十面大旗 数十对人敲着大锣 后面跟着一群人 捂着一条约 数十丈的五色龙 高十多丈 接着是杨秀卿做的大轿 他的轿子 有五十六人抬行 轿后跟着数百名鼠官 全部容装 前面出了什么事 龙王 是北王韦昌辉的父亲 韦永记 把带给我锁了 拿回东殿去神 杨秀卿数是有点过分了 他把韦昌辉的父亲 抓到了东王府 顺便再派人通知韦昌辉 摆明了是要看韦昌辉出丑 我愿大夫受罚 请东王殿下 成全我这孝子之心吧 这还像个孝子 好吧 成全你 用免账辱妇 韦昌辉确实是个大孝子 大夫受过 被杨秀卿打了屁 可这还不算完 怎么停了 我数值呢 才四十九下 快不上 杨秀卿算是把仗势七人 演绎得淋漓尽致 别走啊 武昌城九功不下 我还要与北王商量军情呢 刚才我则打的是不遵守天朝律令的韦昌辉 现在我气中了 是镇守天津城的难得将才 其实那一棍就是他多打的 打完军棍还不让人家回去休息 并且来了一波极其幼稚的恩威病师 韦昌辉也正是在此时起了杀心 杨秀卿开始走向了捉死之路 刚刚打完北王韦昌辉的屁股 现在又来找翼王石打开的麻烦 翼王过世来了 宋殿来了一帮差役 拿来东王的告语 他们说翼王要是护短不慢 他们就要冲进来抓人 是无法无骗 杨秀卿派人来捉拿石打开的岳父 只因有个马夫 见到杨秀卿叔叔杨茂林的坐驾 没有下跪 他就鞭打士兵 好在石打开的岳父救下了马夫 却也得罪了杨茂林 他是个无知的马夫 就不要再为难他了 怎么 我难为他 多好啊 这天津城市官官相护 没地方说理去了 等着瞧吧 要说嚣张跋扈 还得是东王府 果然是一脉相承 他向杨秀卿告状 这才出现了这一幕 难道天下是冬天的天下吗 爹 我们找天王平礼君 石打开的岳父 忍受不住这般仗势欺人 一气之下辞掉了官员 太不像话了 每天好就是不当了 我也不受这样的气 这还没完 杨秀卿叔叔鞭打的马夫 是新晋燕王秦日刚的人 而且还在他王府门口鞭打 这波是狠狠地打了秦日刚的脸 秦日刚跑来 我为常会吐槽 他打的是马夫的屁股 可羞在我秦日刚的脸上 他杨茂林 算什么东西啊 仗着他是东王的通能叔 竟敢在燕王府门前打我的人 这不是欺人到家了吗 韦昌辉火上浇油 经理乐开了花 杨秀倾多一个敌人 那就多了一份力 咽下这口气算了 你应该学学武 发下裤子 当着百官的面 绝着屁股让人打 我这不也挺过来了吗 韦昌辉看热闹不嫌是大 他告诉秦日刚时打开的岳父 受不了这个气词官了 秦日刚也是暴脾气 随即效仿 去他的 我这受气的燕王 也不当了 不说 过来 给天王写奏战 此起王位 韦昌辉随即心满意足的 把这个好消息 分享给弟弟 谁知弟弟围剧那边 还有个更好的消息 那陈成荣 也和杨秀倾闹翻了 陈成荣 也辞官不干 这叫火烧连营 杨秀倾一言不合 又开始跳大神了 洪秀全才发言到一半 就被他打断 不得不跪下 聆听他的名誉父亲教导 今秦日刚 纵奴美威 王玉昆 不守职责 陈成荣 助赵培虐 你三人实在令阵心寒 令阵痛心啊 因为此三人前后 都得罪了杨秀倾 罢官以表抗议 洪秀全得之后 开会劝和 可杨秀倾却不干了 直接天赋上身 开始以父之名 然后罚秦日刚打一百军棍 成成荣打两百军棍 石打开的老丈人 最惨 被打了三百军棍 由于太平天国的机制 天赋大于天王 洪秀全只能无奈地下语 天王 天赋防财 有何告语 天赋要阵 仗泽秦日刚等人 杨秀倾杀人还不忘诸心 演戏演到底 让洪秀全复述一遍 是真的分不清大小王了 东王如此转称 这是蔑视朝廷 朝中已经有人议论 说天王是虚军 四个被杨秀倾打过屁股的石权人物 组成了反洋联盟 在维昌辉的邀请下 聚集在北王府开会 一起商讨如何扳倒他们最大的敌人 杨秀倾 为今之道 只能靠天王来点异 那也不一定 七军王上 就是王府 断臣贼子 人人应你诛杀 在座的人物都已对杨秀倾起了杀心 人军发表自己的立场 大家心里都有数 目标达成一致 接下来就是等着银正言顺 找一个合适的理由 除掉杨秀倾 今天所异之事 还望各位万万没有谢 你们说了什么 我可是过耳山峰 什么都没听见 我睡到明天早上起来 把道国这里的事全忘了 干一杯 林凤翔北伐受挫 所部被森格林庆包围 而杨秀倾派出的援军 随近安徽江苏河南等地 进入丰县渡河 转入山东 却在离北伐军两百里处被包围 被迫难撤 最终在山东关线 全军覆没 听到 邓丽昌北伐渊军 全军覆没的消息 我是一连几夜睡了 这林凤翔他们不是陷入绝境了吗 而太平军另一路西征军处境 也不是很好 虽然围峻 彭玉成率部二克武昌城 可清军忽光总督领兵 卷土重来 曾国藩的乡军水路并进 代理武昌城 只有六十里处时 太平军听到消息 弃城撤离了 一队雍才 逗留两万精兵 分开英臣而首 邓丽昌头离他们还有六十里 他们就先放弃武昌 这回 邓国藩可算是出尽了风头 邓国藩自从上一次 被石打开打的跳河自尽后 开始重整水路各军 出师攻陷越州 又在成林基 太平军老将 岑天阳决战 大获全胜 给我住每一股棺材 这又何必 不要倒出了 我曾是一门忠烈 现在只剩我一个男兵了 为国捐躯 在所不惜 这个老家伙 抬了棺材 跟我拼命来了 曾天阳在太平军 西征诸将里面 是最著名的一员大将 最后一战 排着棺材领兵上阵 连他的对手 曾国藩都佩服不已 长毛中 竟然有如此 誓死如归的人 三十八 这一战 邱关正丞相曾天阳 足两湖太平军轮 曾天阳英勇战死 为之如斋六日 而是深切哀悼 死后追风猎亡 而此时的天津城中 还在弥漫着一场 极其血腥的权力之争 红秀全总算办了件实事 他废除了太平天国 最网顾人伦的奇葩规定 前期的红秀全认为 沉迷于男女关系中 会让人变得堕落 因此 在他这种偏执中 很多夫妻 包括母子在内的异性关系 都被禁止见面交谈 这个奇葩的规定 在刚开始 的确是起到了作用 让军队展现出勇猛的战斗力 可时间一长 就容易出问题了 正常的男女恋爱 会被定为大罪 我从安庆回来 就是来图案自首 你就是那个与谢婉妹 同奸的人了 我们俩是相好人 不是同奸 一个副丞相 只因跟自己喜欢的女人 在一起 就要被打入大牢 被杨秀卿下令处死 红秀全的妹妹 看不过去找哥哥求情 明天 东殿那边要处死 谢婉妹和陈宗阳 说他们私通 真有私通的事吗 这天朝是有法规的 难有难赢 女有女 明明 夫妻不得同度 他们都是从广西 出来的老兄弟了 这不是知法犯法吗 你还知道 人家是你从广西 带出来的老兄弟了 好在一旁的韦昌辉 和秦日刚都在劝说 因为这一奇葩规定 导致了不少士兵出走 确实是罔顾人伦 红秀全这才下定决心 更改法规 好吧 那就先从 拯救陈宗阳 谢婉妹开始 马上曹你招书 涉及死罪 真的 哥 你真是太英明了 可他们高兴的太早了 杨秀卿认为 红秀全再夺他的权 本事不满 在公开场合 又一次化身为 红秀全的爸爸 递着红秀全 下令处决二人 顺便逼迫红秀全 承认自己的地位 杨秀卿 此人怎么样 专权吗 不专权 他的功劳 大不大 他是天朝 百官中第一人 朕 回天意 红秀全无奈处死了二人 却开始了反抗之路 他随即下令 废除这条禁令 杨秀卿刚想阻止 可下面欢呼雀跃之声 早已把他淹没 林凤翔的北伐军 大势已去 由于没有采用 侵权力北伐的决策 所以一路势如破竹 达到天津城外 终究是孤军深入 办了兵家大计 被僧格林庆包围在连镇 队中全军覆没 爱兵天国的弟兄们 我们身为天国人 死为天国鬼 林凤翔宁死不投 率部两千余人投河自尽 这一幕颇为悲壮 过程中被清军所服 押送北京接受审问 消息很快传到咸丰那边 他们开会商议决定 兼不杀林凤翔 这林凤翔乃是 发匪军中的一路先奉 如果他能投降 还可以宣祥发区余物 反之抛出高官后路 准备以二平总督的官职 招安林凤翔 陆顺 你去办吧 走 可他们想的太天真了 林凤翔不是红大权 支流能笔的 意志坚定 他在被俘的时候 早已想好从容赴死了 我投降的条件 只有一个 让青瑶皇帝退位 让太平天国的天王来做容殿 劝降未果 林凤翔随即被速顺 押往蔡氏口准备行刑 他最爱的女人 红轩胶闯入法场 也来送他最后一程 大胆民父 你是什么人呢 竟敢来搅闹刑场 你们杀的林凤翔 是我亲夫 我要不要给他收尸 他是我丈夫 我要不要为他穿笑谱 这是不是你们大清皇帝 也该推崇的父道 孝道呢 祖顺被说得哑口无言 加上旁观百姓 已在躁动 祖顺不想事情闹大 只能默许 你要好好地活着 天国的人是杀不绝的 杀不绝的 太平天国北伐主 帅林凤翔 被林池处死 刀索急触 眼光由视之 终未尝出一生 终年三十岁 此后追封为囚王 走吧 大帅 回不经 这次大败后 才想起左宗棠的警告 原来乡俊连胜太平军起战后 从高层到士兵军中 都弥漫着一股骄纵之风 左宗棠看出问题 送来棺材警告 我带来了五百个墨将 就是让他们日夜加紧打造棺材 也未必够用 到底都是湖南人 左宗棠时刻都在关注 乡俊的一举一动 上一次曾国藩被师打开大败之后 他送来了一箱纸钱 这一次曾国藩要攻打九江前夕 他直接安排木匠 给他们打造棺材 一旁的曾国拳就差发火了 检告 和吕作狂事之举 你这是为何 无我之羞辱 则无后来乡军之旅战 如此说来乡军连战 都该归功于先生 果然不出左宗棠所料 现在的乡军早已被胜利冲昏头脑 听不进他的警告 所谓交兵必败 左宗棠判定他们打九江必败无疑 现在乡军从主帅到乡勇 无疑不交 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宿士 这岂有不败之力 我骄傲了 曾国藩却不以为然 左宗棠劝告魏国 只能自行离开 曾国藩开始了他的战略进攻 打算先攻下九江 欧途安庆 竟而直逼天津城 可石打开却粉碎了他的计划 太平军采用博攻提敌战法 使其彻夜戒严 不敢安诊 今晚三更 林启龙 你要带兵从九江杀出 这一战太平军取得九江湖口大捷 更是在小池口缴获曾国藩的座船 一举打破了曾国藩夺取九江 直逼精灵的狂妄企图 开始扭转了西征战场上的被动态势 从而成为西征作战的又一转折点 这是太平天国女军首领 苏三娘的被俘现场 1855年4月 石打开西征军三克武昌城 湖北巡抚套恩培 城破自杀 蜻蜓乱分阵怒 为了巩固防线 罗大纲苏三娘坚持在网干以来作战 九江水战被打得丢盔弃甲的曾国藩 非常不服气 率领湘骏攻克太平军署 帝修宁 太平 吴虎等地 罗大纲苏三娘 拽步与湘骏在吴虎展开决战 这个苏三娘 还真有点英雄气 怪我的人称 女中豪杰 你们 从正面冲过去 其余的跟我来 这一战从白天打到黑夜 终究是湘军略胜一筹 太平军被逼撤退 首领罗大纲 在撤退途中 掉入了曾国权所部的陷阱里 当场死亡 苏三娘在丈夫尸体前停留守护 永久不愿离去 忠视 你赶来的曾国藩服录 曾国藩随即又开舍他们的老套路 一封王列后的条件又详 谁知苏三娘直接一番话回举 你曾国藩这么卖命的杀人 也还没弄个王啊 好我的当的 你大概知道 这番话真是扎心了 在罗大纲死的那刻 苏三娘内心 早已没有活下去的信念 说完这番话 她跳入陷阱 死在了罗大纲的怀里 曾国藩被这一气节 深深震撼到 下令后葬二人 太平天国最猛女将族 死后曾国藩赞于六子 此乃女中豪杰 永久全是对不住 罗大纲苏三娘的 即便这样 他们还是能有所欲众 可见我们狡辩他们 便最有意识 石达开十六岁出山 率四千余人参加金田起义 被封为左军主将一王 最强战绩二十八天 挺进一千八百里 自武昌东下精灵 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令清军闻风丧胆 号之约 石赶当 第一次与曾国藩交手 就把对方打得跳河自尽 这一年 石达开二十四岁 而曾国藩已然四十四岁 比他年长整整二十岁 随曾国藩重整七谷 在安徽打了几个大胜仗 可双方终究有来有回 湘君攻占五湖后 红年秋天 石达开 灰师西静 四个月 连下江西八府五十个县 湘君创始人之意 罗泽南 提督塔其部 皆被他战败 可惜罗泽南 一元汉将 在武昌城下 越飞 他其部 何其英明 1856年3月 石达开在江西 张树大败 曾国藩的相军 在撤退路上的曾国藩 不免有些失忆 旁边更有孩童 唱着民谣嘲讽 此时的曾国藩正面临此生最大的困境 他所在的南昌城 已被太平军团团包围 可也是在同一时期 太平天国内部 爆发了极其血腥的天津事变 石达开 不得以为天津参加解围 曾国藩的南昌之围 这才化解 也正是在这一年 杨秀卿指挥太平军 攻破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 我们破了江北大营 清妖吉尔杭娥 兵败自杀 现在向荣老妖也慌了 紫金山巢穴空虚 我看 是破江南大营的时机了 清军名将向荣战死 彻底解除了清军 对天津三年的包围 杨秀卿见外部条件大为改善 他追求权力的欲望 以大巅峰 天赋下凡逼迫 红秀全封自己为万岁 成为了天津事变的导火索 杨秀卿已经布满 东王九千岁这个称呼了 他想要跟红秀全平起平坐 甚至于取代对方 他利用爱妾傅善祥的生日 大作文章 用权势逼迫百官臣服 他想的太天真了 越是这样 越容易犯重任 这太不像样的 傅沈将算什么 他既不是好又不是非 那屁点功劳都没有 他做什么事 还是要去的嘛 连朕都要送上一份贺礼呢 红秀全虽在天王府身居简出 却也是眼线众多 他得知后 带头去送贺礼 故意捧杀 让百官都气愤杨秀卿的行为 看他高楼起 看他宴宾客 看他楼坍塌了 他在等待一个绝佳的机会 又为是城市极深 北王来了 也送了一块贬 比天王的贬还大 是真金的字 写的太平之花 你说 这一个人怕你 怕到不得不挖进我的地 这是不是叫折缝 北王为昌辉 自从上一次被杨秀卿打过屁股后 热脸贴着冷屁股 把自己的妹妹 嫁给了杨秀卿的弟 这次生日宴 还送来后礼 让杨秀卿天真的以为他 真的臣服了 为此放松警戒 可洪秀全 对有更深的解 北王府的礼 一定是送了最重 八爹人的人有两种 一种是怕 八爹是为了保全自己 另一个 是掩盖自己的谋略 麻痹对手 很显然 韦昌辉就是后一种 洪秀全 这是把中国人的谋略 运用到极致了 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而杨秀卿还在满足于 自己的权势之中 甚至得罪人不怕多 来公开场合 而秦日刚贬的一文不值 燕王秦日刚 本来已经击退了 青妖援军虎棍原部 可为什么打不下来 那秦日刚 很成荣 二人 有邦妖之嫌 洪秀全蒙了 杨秀卿要打自己的屁股 平时天赋上身小打小闹也就算了 这次是真的要骑在他头上了 一旁跪着的韦昌辉 表示要替洪秀全受过 毕竟他是有被打屁股的经验 可杨秀卿坚决不同意 洪秀全认为 不掉对方的时机没到 还在隐忍 杨秀卿就是典型的智商高情商敌 他认为这一举动能力威 甚至扬言东王府的狗 都高人一等 殊不知这一行为彻底犯了重目 洪秀全被打完屁股后 百官纷纷跑去天王府为这请命 洪秀全表面上受尽委屈 内心早已笑开了花 这一幕正是他想要的 让天下人都看清杨秀卿的嘴脸 接着开始实行他的计划 多情不义 闭自闭 现在是时候了 洪秀全已经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 一屁股坐在龙椅上 甚至都感受不到屁股的疼痛 开设他的布局 要是大开秘密回京 他回来以后 只准他和韦常规两个人见证 时大开就在城外 趁马上派人去找 绝不可叫东边知道 杨秀卿此刻正得意者 根本无暇顾及这边 洪秀全却小心谨慎 增派人手保护自己 以防万一又从外面调来三千士兵 藏在天王府内 你总算明白过来 歪四十大板 你还说杨秀卿是好人呢 让天下人说话 奴地阵一人说话好吧 让天下人看清 非阵复人 而是阵复阵 杨秀卿毕竟掌握大权 在军中又有很多亲信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 如果洪秀全过早下杀手 可能在军中造成一定的影响 而现在时机正好成熟 这杨秀卿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啊 他连天王竟敢动手打啊 杨秀卿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这下洪秀全不怕众人不服 是真的能隐忍 杨秀卿天赋上身 打完洪秀全的屁股后 天津城都快乱了 流言四起 之前也被打过屁股的燕王秦日刚 和陈陈荣聚在一起开会 他们手握六万精兵 只等洪秀全一声令下 随时可以杀回天津城秦王 我看现在是刚刚亮了闪电 那一声 马上就到 大家都是明白人 知道洪秀全要下杀手了 而北王维昌辉 更是把洪秀全的心思 看得一清二楚 爹 你把天王看得也太简单了 就是十个东王绑在一起 也斗不过一个天 维昌辉的父亲认为 洪秀全被打完四十大板后 威风扫地 脸都丢光了 跑来和儿子吐槽 你看天王的逆来顺受的样子 他天生是个弱子 可为昌辉看问题 看得很透彻 给他老爹解释道 天王他太高了 他这是 让杨秀卿的丑态 打白天下 让天下人群起而诛之 到那时 他就顺应了民心 会不会吹灰之力的 就把东王给削平了 果然能当上王爷的 都是狠人 他料定洪秀全 现在是建在弦上不得不发 这一次不下杀手 反倒失去了人心 等着吧 用不了几天 他就会叫我过去 他肯定把我做了 主要的一把利剑 你可不能出这个风头啊 为昌辉的老爹 担心儿子以后 会在历史上 留个犯上的罪名 劝儿子 不要做红袖群的第一把剑 可为昌辉 也是隐忍多时 再加上他本人 野心不低于杨秀卿 肯定不会错失这次机会 这还有一王燕王呢 这种事就让他们去干嘛 不 这是权柄 岂能拱手相让 谁讨逆株羊 谁就立了大户 谁就在天王面前 讨到了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权柄 何况 除了天王之外 只有东王一个人 压在我的头上 秀全来了吗 领天父 秀全来了 这是杨秀卿此生 最后一次跳大神了 红袖群看向他的眼神 已然是在看一个死人 只见杨秀卿挥舞双手 口中念叨 东王 为什么不能呼万岁呢 这个一直憋在心里的想法 终于被他以赴之名说了出来 下面人都觉得 杨秀卿已经疯了 他这一举动 正中红袖群下怀 欲使灭亡 必先使之疯狂 自上次被打屁股后 红袖群秘密召见了 北王为昌辉 一王石打开 试探他们的态度 前几天 他公然当众责打起阵来了 文物百官苦苦求饶 他听都不听 朕无法再宽容下去 正今天 找二位兄弟来商议一下 老了该决断的时候了 红袖群这话 是故意说给石打开听的 他知道 韦昌辉早已被杨秀卿起了杀心 天王下招指吧 毒涅草贼 臣粉身碎骨 在所不辞 此次把二王召回 就是为了借他们的手处理此事 杨秀卿一死 后面要被清算的 就是他俩了 所以能多拉下水 一个都不嫌少 红袖群真是好算计 臣弟随时准备 秦王效力 石打开表面上是答应了 可内心并没有杀羊之意 红袖群从他的眼神中看出来了 故意把石打开支走 接着开始了他的计划 红袖群给杨秀卿写了封诏书 让杨秀卿外出都师 天王下死绕指 是为什么 这种时候让东王出外去都师 他敢去吗 他会认为 天王疑心他 让他放逐车京城 或者是变相萧綦权柄 万一激怒了他 容易生变 红袖群就是故意在激怒杨秀卿 当其彻底露出反应 果然杨秀卿的反应 没有让他失望 他想干什么 想除掉我 开工没有回头见 一不做 二不休 你想去而代之 哼 你等着瞧吧 随后杨秀卿开始逼风万岁 一步一步走向深渊 红袖群没有反对 也是最后一次 对其放纵了 东王大江山功劳最大 也该称万岁 杨秀卿真是情商感人 他很满意自己逼风万岁这一举动 得意的以为自己 突破了红袖拳的阴谋 好在他身边的女状元 傅善祥是个明白人 一挂二主正命何处 文臣武将势必分为两派 或是忠于天王 或是忠于东王 自相火必 就要开始了 傅善祥讨上女状元后 就被杨秀卿留在东王府 强行战役 可时间一长 两人竞暗生情愫 互相都爱上了对方 他料定杨秀卿大获临头 为了不让杨秀卿死于这场内乱 他提出上下两条策略 你去找天王 请求不分万岁 你可以这样跟他说 天父虽然有此意 但是你不愿意 以他平起平坐 从而乱了君臣名分 你甘愿为臣 永远效忠天王 并且搬与天下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东王如此忠义 这条策略确实是上策 既服软又服众 虽然能保全一命 可从此也失去了主动权 这是杨秀卿的性格 所不能容忍的 随后杨秀卿连忙询问下策 那你就横下一条心 带上你的三千牌刀手 杀入天王府 把天王给杀了 然后再给他加上几条罪名 你就可以正式成为 太平天国的国主了 虽然你背着骂 但是没人敢把你怎么样 为你血腥中胜利 杨秀卿没想到 他的女人比他还狠 他虽然表面做得很绝 其实不是真正的心狠 对一些事情 还有恻隐之心 他到关键时刻心软了 两条策略都不采用 那我真成了乱臣子 我就知道 上次你不肯为 下次又不胜为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你等着灭门之祸的到来 杨秀卿认为 他在危言所听 认为事情还没有到这么严重 都是你这破嘴 没完没了的唠叨 好事也让你说成了坏事 我哪次不是防凶化吉 傅善祥真是对牛谈情 好说歹说都不行 只能先行离开东王府 我走了好 真的到了那一天 连给你收拾的人都没有 红秀全终于要动手了 之前被杨秀卿欺压过的围长辉 呈陈荣激动之心 以不予言表 纷纷表明自己的立场 早就该诛杀这个贼子了 对 红秀全为了以防万一 故意答应杨秀卿 带起生日那天 加封万岁 目的就是让自己 有时间调动军队 朕马上草拟密诏 一份给石打开 一份给秦日刚 叫他们点本部兵马 即刻启程 回天津 秦王诸贼 一旁的围长辉不乐意了 不愿与另外两王共享 这样杨秀卿一死 天津城除了红秀全 就是他说了算了 丙天王 臣以为杀鸡何须牛刀 由燕王一王带清兵来京即可 如果兴师动众杀回天津 这么大的军斗 没有不走路风声 伟长辉真是好算计 他给出的理由很正当 从外调兵动静太大 确实容易打草惊蛇 成功地说服了红秀全 但红秀全 不免有些担心 自己的清兵攻打东王府 胜算不是很高 维长辉接下来的一番话 直接打消了他的故障 臣早有准备 北王府有亲兵三千 燕王府有两千 加上天王府的足够了 何况 洋贼狂傲自负 毫无防备 更是不堪一击了 好一句早有准备 彻底暴露了他的野心 接着他们就 是否处置出 杨秀卿外的其他人发表意见 维长辉更是体现出 他的心狠之处 斩草除根 龙王府的人一个都不能留 除了杨秀卿 还有他的兄弟 亲戚 找牙 凡是在外边领兵的 独占的 天王应一律召回 名目嘛 可以说是 庆贺东王家夫万岁庆典 到时候就可以一王大进 洪秀卿看向他的眼神不对 这已然是第二个杨秀卿 只是目前还要用 围长辉当立剑 面无表情的同意了 只杀杨秀卿一人 他不足以平民分 不过女人孩子少杀为好 臣记住了 石打开犹豫了 洪秀卿送来密诏 让石打开赶回天津秦王 可关键时刻 他听信了女儿石一扬的建议 装病故回天津 也正是这个决定 影响了整个太平天国的命运 都像你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 将一事不成 我知道我斗不过杨秀卿 也斗不过围长辉 我虽然制止不了这场自相残杀的悲剧 但是我却有能力让自己置身于内讧之外 石打开关键时刻太优柔寡断了 他想两头都不得罪 可现在已经到了图穷底鉴的时候 他还想站在局外 这是不现实的 他命令船队停靠在安庆港口 是观望态度 石打开的岳父看得长远 知道女婿这一做法 其实是两头都不讨好 还不如狠下心干一票大的 偷偷下令让船队直接开往天津 可最终还是被石打开发现了 功亏一篑 你好大的胆 竟敢违抗我的军力 立刻调转船头 上市停泊安庆 殿下 无需多远 我意已决 而另一边等待的北王维昌辉 和燕王秦日刚 剑石打开迟迟不来 与他们会合 交集万分 最终他们只等来了一封信 违昌辉看过来信后 就已经知道石打开的心思了 哼 这个话道 他压根就没想金天津 如果我们胜了 有他一份功劳 如果我们失败了 他也不得罪杨秀卿 他想做收鱼利 我让他鸡飞大大 那我们还得吗 不得 石打开在这一刻 彻底得罪了违昌辉 从而造成了后面 他全家被违昌辉灭门的悲惨结局 未免夜长梦多 违昌辉决定 星夜启程回天津 开始他们的计划 黄昏时 看我北斧门前望楼上的大旗为号 五面旗帜全部倒下 那就是出席的命令 记住 一定要全部杀死东电的牌刀手 放三声响炮 我们从各门同时杀出 而此时的杨秀卿 还在沉浸东王府的牌面上 洪秀全为了安抚他 给他送了一块蛋 功高日月 东王府的三千牌刀手在 我们两千兵 还是不够 我可以拨一千兵过去 我还有三千兵马 在城外待命 好 各位 马上准备吧 是 由于石达开没有回来 所以翼王府的几千兵力调动不了 且洪秀全置身事外 不想在公开场合参与此事 拒绝发兵 维昌辉等两王一猴 没办法直接率六千兵力 从四个方向杀入东王府 杨贼杨秀卿在哪 我就不信他竟能上天入地 来啊 在 今天就是挖地三尺 也要把他找到 杨秀卿太自负了 众人攻打东王府时 他还在悠闲地散步 听到门口的炮声 才反应过来 可为时已晚 他躲在了自己平时最享受的地方 静静地等待 你也有今天 狗 你骂谁都没用 你当初说我和秦日刚是帮妖 可又没有把我们马上杀了 这可是你的失误 你怪不得别人 杨秀卿此时才后悔 自己没有提前下沙场 可他的老部下天官正丞相 陈成荣却说了一句扎心的话 你一生中最致命的错误 就是死到临头 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话说的确实没毛病 杨秀卿以为 此时的他们只是叛乱 大骂维昌辉等人 我不能死在你们这两个乱臣贼子的手里 如果天王让我死 我二话不说 你们假传圣旨 不行 直到维昌辉拿出了洪秀全的圣旨 他才反应过来 是洪秀全要除掉自己 洪秀全 血腥的天津事变 由东王府的覆灭开始 洪秀全万万没想到除掉了杨秀卿后 这也造就了另一个权势滔天的石拳王 魏昌辉已经杀红了眼 由于石打开没有回来 加上洪秀全置身室外没有到场 这里已经没有人能阻止他了 杨秀卿死后 他被欺压已久的心狠 终于爆发出来了 对洪秀全之前的话置之不理 孟德恩 在 你开个单子给北王 朕派去的人可别当了陪葬 尤其是侯千方 及早让他回来 洪秀全给他的名单 他只向征信的留了十分之一 尤其是洪秀全点名的侯千方 魏昌辉第一个拿他开刀 我是天王的人 主阳我是有功的 你这个犯贼 排斥异己 对天王最不重的就是你 你先开刀 我真的是天王的人 我冤枉 杀 关键时刻 洪宣娇拿着特赦名单前来救场 可谓昌辉置之不理 直接给贵子手下令 侯千方死得真憋屈 随后面对洪宣娇的质问 他装作若无其事 表示自己没听到 他已经不把洪秀全放在眼里了 这一举动 导致这场浩劫还会持续 其他东王府的人 除了他那个嫁给杨府青的妹妹 全被杀光了 杨秀卿虽然霸道 却不阴险 可谓昌辉 现在是极凶狠又阴险 洪秀全意识到 自己培养出一个无法掌控的人 现在局面已经彻底失控了 韦昌辉怕被东王府余党报复 开始疯狂清算 杨秀卿在天津城的救部 只要有连带关系的 全部杀绝 这场屠杀 持续整整三个月之久 现在天津城 已经变成了血腥的监狱 大街小巷 鬼哭狼嚎的 哥 你现在放出的 是个杀人恶魔 杨秀卿 不管怎样专横 始终在朕的鼓掌上 包括他的覆灭 也都是朕一手操纵 可这个韦昌辉 就像是圈在笼子里的困兽 一旦把他放出来 再想把他圈回去 可就难 我若是杨秀卿 我才不必封什么万岁 叫他封什么 杀了他 躲了他的权 万岁自然是我 杨秀卿 狂而蠢 你这不忠不孝的东西 这是北王韦昌辉 和父亲韦元界的深夜谈话 真可谓负此自笑 韦元界得知 儿子图完东王府后 又抓了相关的两万余人 关了起来 连忙问这两万人怎么处置 杀无赦 你疯了 你真是疯了 一点都没疯 我杀绝了他们 一旦他们得手 反过来就会杀我 韦昌辉从偷袭杨秀卿开始 就很难把控局面 虽然他打着奉召讨贼的旗号 旗杀杨秀卿 可洪秀卿很精明的 没有公开这封诏书 导致自己一下成为众矢之地 因为杨秀卿的势力太大 他很没有安全感 自然多疑 那就开始大杀特杀 哪里不安全 就杀哪里 这个时候 他的心理已经不正常了 一个人 怎么会有如此巨变呢 这人都中了什么血呀 这是 洪秀卿亲手造就了一个杀人恶魔 不免有些唏嘘 可他不能任由韦昌辉这样下去 以前的杨秀卿杀人 还按照程序来执行 现在的韦昌辉 已然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比杨秀卿很十倍都不止 他必须做出自己的决定 要是这一开杀戒 什么时候是个逃亡 这也是万不得已的下策 洪秀卿不想再开杀戒了 朱阳事件的损失 已经不亚于打了几场败仗 他想到 先瓦解为昌辉当前的势力 断其羽翼 从燕王秦日刚和陈成荣开始 朕即能下密诏 请你们来讨逆朱阳 朕也还可以下密诏 让别人来讨伐你们吧 臣不敢 臣有父天王啊 现在他为昌辉不听朕的了 将来会怎么样 他杀杨秀卿 宣扬杨秀卿有谋反之罪 那朕倒希望 他能以杨秀卿为戒 臣以天王之命 侍从 臣不敢有半点为之 洪秀全召见二人 几句话就把两人下到百名了立场 为昌辉的联盟请客瓦解 优势一下回归洪秀全的手中 这是一王石打开 与北王为昌辉 最后一次公开谈话了 两人彻底决裂 天津事变后 为昌辉大开杀戒 在外领兵的石打开 得知消息后追悔末 天津城血流成河 已经杀了好几万了 我们没为青妖打败 倒让自己打败 如果自己能及时回来 参与朱阳行动 为昌辉也不至于这么无法无天 为了阻止为昌辉的恶行 他不顾手下朱将的反对 执意要回天津劝告为昌辉 真是一步错步步错 我必须制止北王这样杀戮下去 如果这样 太平天国就会从内部烂了 还用得着青妖来打吗 石打开回来先去见了洪秀全 表达了此时回天津的目的 是为了阻止杀戮继续 可洪秀全苦口婆心的劝他 不要去找为昌辉 因为在为昌辉的眼里 他有真功之嫌 洪秀全给他出了个主意 让石打开回安清大本营 演起兵马 然后打着靖南的旗号兵临城下 这样就可以稳稳的把为昌辉除掉 可石打开还是犹豫了 他决心先去会议会为昌辉 先礼后兵 今日小弟到此 真是有一言相告 不知北王兄能否原谅小弟的冒昧 你我本是兄弟 可一言无不尽 说 恕我直言 这杀人不可太多 能宽纵者 尽量宽纵吧 那些人反会赶你北王之恩 石打开先是寒暄了几句 随后直入主题 可为昌辉根本听不进去 脸色一遍说道 我倒想一个不杀呢 这手上一滴线有着 像你似的 还可以站出来 充好人 多动工化 可是这亡命谁去执行啊 为昌辉早已憋了一肚子气 脏活累活 不是自己来做 现在来做好人劝口 他是不会买这个账的 他恨透了石打开 两人此次谈判 注定是不欢而散 早在石打开进北王府时 为昌辉就已经安排排刀手全副武装 只等他摔杯为号 就能直接杀出 好在石打开的贴身侍卫带了羊枪 维昌辉稍有忌惮 石打开这才躲过一劫 为什么不下列杀了他 你没见他的随从 手都握在枪板上 这不是儿戏 维昌辉杀疯了 就在刚刚傅善祥去东王府 给杨秀卿收尸 被维昌辉当场抓住 原来傅善祥给杨秀卿 提供两条策略 被拒绝后 他已经知道 杨秀卿必死的结局 提前跑出东王府 被陈玉成的手下谭少光收留 他带着曾水源的儿子 过起了隐居生活 可平静的生活 很快被杨秀卿的死讯打破 电电城有什么消息吗 有啊 东王府被踏平了 几千口子人杀得不光 东王看 他呀 还能跑了他那老贼 早见阎梦去了 脑袋挂在旗杆上是重的 虽然已经料定了结局 可真正听到杨秀卿的作死下场 他还是为之一正 一时接受不了 毕竟是真的相爱过 只可惜 杨秀卿的狗头 不是我砍下的 我发过誓 我一定要杀了杨秀卿 用他的脑袋给我爹记坟 天官郑丞相曾水源 死于杨秀卿和红秀卿的权力斗争 他的儿子将杨秀卿视为杀骨仇人 他说到做到 连夜前回天津 跑到东王府 将被悬挂已久的杨秀卿 首级成功盗走 爹 你可以瞑目了 现在 我拿杨秀卿的狗脑袋 来给你记坟了 虽不是孩儿亲手杀的 但是 这仇总算报 祭奠完毕 随后他准备将杨秀卿的首级 扔到江里位于被赶来的傅善祥阻止 虽然杨秀卿已死 可傅善祥要给他留个体面一点的权尸 他带着杨秀卿的首级秘密 围到了东王府 我是傅善祥 我本该与东边的人一起死 我该找 来被东王收 权尸 你既然是这么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我不如成全了你 一旁的北王府小兵 被傅善祥这波真情流露所打动 带着他找到了杨秀卿的尸体 就在他缝合尸体之际 围昌辉闻讯而来 天真是让本王打开眼界 人们都说杨秀卿不齿于人 恶贯满营 我就没想到 你这样的美人 如此宗情 杨大开提前预判了 围昌辉可能要对自己下杀手 没有回家 他先去找了红秀卿的妹妹红轩娇 表示围昌辉已无可救药 那围昌辉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想请你为我们找一个可靠的守城将 我们连夜出城 石打开在红轩椒的帮助下 只带了几个随从连夜逃出城 围昌辉得知消息后 气急败坏 开始在翼王府打开杀戒 这些人怎么不杀呀 杀 为了拉更多人下水 他把石打开的至亲 交给秦日刚和陈成荣亲手杀掉 让他们二人手上也沾上翼王府的血 真是好算计 秦日刚 陈成荣碍于围昌辉目前的权势 不得不低头 只能痛下杀手 从而也导致后面石打开 清算二人的根本原因 图完翼王府的围昌辉 他被石打开报复 命人编造石打开谋反的罪状 随后准备派兵包围红秀权的天王府 准备逼迫红秀权 承认石打开的罪状 让红秀权下一封诏词 以公开的名义除掉石打开 他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明天去天王府 天王 石打开去过天王府 我们要找天王要人 要想杀石打开 有了天王的手艺不是更方便 是啊 一箭双雕啊 走 怎么 没长回忆要你出去见他 我想他还不至于现在就篡位吧 孟德恩 在 准备好咱们的牌刀手 万一打起来 就死守天王府 同时出城搬救兵 天王 你就放心吧 维昌辉攻不进来的 这是红秀权最危险的时刻 维昌辉率重兵包围天王府 逼迫红秀权出来面谈 光这一条犯上的罪名 维昌辉的下场就注定了 红秀权虽然料定 现在的他还不敢是军 却也做足了准备 红秀权躺然走出去 只见一路上戒备森严 大炮都已经驾到了 红秀权上早朝的楼梯上 情况万分紧急 维昌辉 你见了朕不下马 是叫朕 还是抑郁谋反啊 红秀权还是有气场的 不慌不忙一句话 就让维昌辉耸了 下马点头哈腰的跑过来 给足了红秀权面子 随后二人开始打太极 红秀权问他 为何派兵包围天王府 维昌辉表示 杨秀卿与党还没有杀完 此举是为了保护红秀权 两人加起来 有一百多个心眼 红秀权虽想杀他的心 都有 可表面上还是给出表扬 你是怕有人害朕 难为你一片忠心哪 你杀了好几万人 这杨秀卿的余党 还没有杀完吗 红秀权意思 让他就此收手 可为昌辉表示 杨秀卿的余党危害 已经不大 他把矛头指向了石达开 编造出石达开 和左宗堂友来往 准备叛逃 石达开通邀 爱卿有何证据啊 这就是他通邀的证据 他写给左宗堂 曾国藩的亲笔信 当年他就与左宗堂 勾勾他的 这个事情 朕还要查一查 红秀权知道他是胡扯 放着石权王爷 不单去通敌叛逃 属实是无稽之谈 又和维昌辉打起了太极 维昌辉看出来后 直接犯出狠话 看来天王 还是要庇护是怎样 为了太平天国大业 臣不得不自专了 血腥的天津事变还在持续 北王为昌辉 把石达开反对滥杀无辜的主张 看成是对东王杨秀卿的偏袒 意图加害 石达开连夜逃出天津 京中家人与部署 全部遇难 而后为昌辉 不顾红秀权的反对 编造石达开叛变的罪状 在太平天国疆域内张开告示 军中一世人心惶惶 我们在外开拓疆土流血征战 他们可倒 在天津里没完没了的 自相残杀 北王带兵血洗了翼王府 还在通缉翼王 说什么翼王叛变途敌 显然是欲加其罪 恶患不辞了 维昌辉的倒行逆施 是一步一步的走向作死 军中将领除了他的弟弟维郡 其他军站在石达开这边 就连杨秀卿的两个弟弟 也都带领部下去 安庆投奔石打开 因为他的大开杀戒 导致军心人心惧失 自己连睡觉都要安排人 在门口站个 哥哥 你能一生一世 让人保护着你来睡觉吗 你就是当了天王又能怎样 你会天天睡不着觉 天天有成千上万的冤魂孤鬼 来向你讨血债 你会谁也信不过 你会怀疑所有的人 哪怕是喝一口水 都怕人下毒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维昌辉的妹妹 已经看到结局了 她知道哥哥的死气将至 劝说也没有用 现在只能期望维昌辉 父母提前送回广西老家 躲过这场血性的杀戮 如果你还有半点良知的话 就把父母放回去 让他们逃过这一劫 维昌辉已经到了 众叛清离的地步 这一幕降级了杨秀卿 临死前的征兆 公元1856年10月10日 石打开在安徽举兵讨伐 全军代孝尚书天王洪秀全 请杀北王维昌辉 以平民愤 今一王奉朝讨逆 顺应天理 顺应人心 就只发清国之兵 也不为过 对 石打开还是顾全大局的 他没有把江西湖北边境的兵力调来 反而是家派人手 与曾国藩的相军交战 只抽取了安徽境内万鱼兵马 作为逃逆主力军 沿水路开往天津 准备出发 是 天王 一王来了密折 他已发兵静难来了 石打开不负阵望 石打开这一出兵 朕的摇杆就硬了 该收拾维昌辉了 如何制服维昌辉 要费一番周折呀 听说他眼睡觉都握着手枪 侍卫 是里三层外三层的 维昌辉的心理承受力已到达临界点了 红袖泉听玩笑了 胸有成竹地表示 维昌辉已不堪一击 现在有了石打开的援兵 红袖泉可以放心大胆地实行自己的计划了 由于维昌辉调中兵拱卫北王府 贸然攻打可能会引起反杀 这是下策红袖泉不采用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杨秀卿平反 由于他的朱阳密照没有公开 所以明面上的郭氏维昌辉的 这一平反举动透露出一个信号 我不能死在你们这两个乱臣贼子的手里 你们这是谋逆造反 杨秀卿到死都没想到 死后还要被红袖泉利用一回 没错 红袖泉就是要向天下公布维昌辉的罪状 也就是杨秀卿说的假传圣旨 蓄意谋反 自己来证明杨秀卿是被冤杀 随后红袖泉命 陈成荣亲底解下凭反书 陛下 你不是让我请陈成荣写吗 果然催人累下 文笔也好 真是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啊 红袖泉对自己的权谋之术很是满意 得意的笑了 现在红袖泉真的把这一顶大帽子 扣在维昌辉头上 他想摘都摘不掉 这一举动不但宣告了维昌辉的罪状 还逼迫陈成荣摆明立场 平反的同时 红袖泉还要写一封讨伐维昌辉的席文 他想到了最佳人选 讨伐维昌辉的席文 和诛杀他的兆旨 你准备请谁写啊 让秦子当时 你也聪明起来了嘛 红袖泉一番操作 直接把维昌辉的两个最有实力的盟友关系瓦解了 甚至逼迫二人与维昌辉走向了对立面 这样一来 维昌辉彻底成为了孤家寡人 他对付起来更容易了 真可为老谋深算 去拿起刻印 印他几万份 广为散发 当天夜里 红袖泉召见秦日刚 两人密谋在秦日刚母亲生日那天 邀请维昌辉来敷宴 准备把维昌辉先诱骗出北王府 由于秦日刚也参与了对义王府的屠杀 所以石打开对之恨之入骨 对红袖泉的秘性上 点名叫维昌辉 秦日刚 陈成荣三人的人头才肯罢休 红袖泉表示自己 可以帮忙让石打开饶恕秦日刚 前提是他得乖乖的听话 秦日刚为了保命 不得不执行红袖泉的计划 今天哪 我真是燕王母亲的千秋 我说他秦日刚不敢骗我吧 为救啊 去燕王府 是 围昌辉不知死期将至 高高兴兴的前往燕王府驻兽 他前脚刚到 红袖泉就随之而来 这个时候 他还没有察觉到红袖泉的杀意 反之很嚣张的对红袖泉说 要起兵歼灭石打开 红袖泉表示你马上就要死了 想说啥就说啥吧 就冲理这最后一次 我想调集中兵 将石打开诛灭营果 你想好了 就去办吧 陈地灵旨 红袖泉随便应付几句 随后借口离开 其实就是在释放动手的信号 他刚走出门口 早已埋伏好的排刀手 全部冲向维昌辉 秦日刚 你个卑鄙小人 你逼我杀死了石打开的亲人 你又把我推到了 不仁不义的陷阱里 你是什么朋友 昌辉刚被抓住 秦日刚就带兵 把北王府包围起来 临行前 红袖泉指示 让他们此次少杀人 不要波及无辜 因为之前的两场风波 已经死了太多人了 红袖泉不想再看到血腥的场面 现在是收拢人心的时候 多杀一个 就可结怨十个 少杀一个 就可能稳定百人之心 是 秦日刚表面答应得好好的 就到了北王府门口 就耍起了小聪明 他说服了陈成荣 要学围昌辉的斩草除根政策 陈成荣表示 杀可以 但是以防红袖泉怪罪 二人要留下不再证证据 秦日刚下令开始攻打北王府 随后二人撤离现场 我想他来得这么快啊 都是我前世嫂的面 才剩下他这么个 祸害家门的屁股 维昌辉的父亲不堪受辱 撞墙自尽 他的母亲被乱刀砍死 维家满门除了在外领兵的维郡 只有维昌辉的妹妹母子二人存活下来 这场大屠杀 是维昌辉旧由自取 最终祸及家人 他本人被绑上求车 在天津城游街市中 在他诛杀杨秀卿那一刻起 已经注定 他已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 杨秀卿不但手握实权 还享有天赋化身的资格 是太平天国信仰的精神扭带 不能轻易杀死 所以 红秀全不会公开宣布杨秀卿的罪名 更不会承认天津事变的合法性 维昌辉背了锅 必须付出代价 1856年11月 维昌辉被吴马分尸 太平天国北王 足 10年31岁 他发动的天津事变 持续屠杀两个月时间 前后共计死了两万余人 天津的高中级骨干力量 被屠戮殆尽 太平天国陷入困境 这次的天津事变 也成为了太平天国 由胜而衰的转折点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真发肥内乱 即令各部努力进角 咸丰得知消息后的表情 比学外语时还开心 当即命增国藩 僧格林沁开始战略反攻 同时重新组建 被太平军攻破的江南江北大营 可他的心腹大臣素顺 却说了句扎心的话 令他郁闷不已 如今良想缺乏 几乎难以为继 你怎么天天叫着缺良想 一看咸丰平时就是外语学多了 注意力不集中 连自己的军队情况都不了解 一旁的速顺连王解释道 将军的良想由湖南供应 江南江北大营的良想 由外省接济 一打起仗来 有些个部队不是节流 就是拖欠 拖欠一多 兵士就不肯用命 因此 逃亡华变者 屡见无先 咸丰听完头疼不已 他把这个难题 交给了曾国藩 命其先进攻湖北重镇武昌城 而此时太平军首武昌城的大将 乃是北王维昌辉的弟弟维郡 由于全家被杀绝 此时维郡的心情不难想象 他与天津市变毫无瓜葛 却要承受双倍痛苦 一是自家丧亲之痛 二是被维昌辉所杀之人的家属 无端仇恨 他已陷入两难的境地 曾国藩的学生 石打开终于开杀戒了 因为他的犹豫不决 导致全家被屠戮殆尽 他带着秦王大军回到天津 开始了他的清算 第一件事 就是逼着洪秀泉 杀掉秦日冈和陈成荣 二人手上都沾上了一网斧的血 石打开是绝不回放过的 任凭洪秀泉百般劝阻 都无济于事 只能眼含泪水地 看着二人被押述刑场 这一次 他是真的失算了 好好的一盘棋 被他毁了 韦昌辉被诛杀后 洪秀全第一时间 把人头送给了石打开 原以为对方会感恩戴德 可换来的 却是石打开的步步紧逼 石打开真厉害 他明明知道 朕为什么保护了这两个人 却偏偏要朕拿他们开刀 要砍掉朕的左右臂 朕还不能不砍 厉害啊 真厉害 天津事变后 当初洪秀全 在广西永安峰的五个初始亡 只剩下石打开一人了 他不得不依仗对方 且石打开起兵秦王的主动 令其一时威望飙升 掌握了太平天国一半以上的兵力 洪秀全也不敢与石打开翻脸 随后他在天王府召开高层会议 同意诛杀秦日刚和陈成荣 面的二人过而能改 可不宽恕一下 我若宽恕了他们 那冤死的几万将士将英明不昧 那就拼拼打包裁除吧 天王 天王 洪秀全定都南京后 除了沙维昌辉出过一次天王府 下半生一直身居捡出不理朝事 现在的他只想当甩手掌柜 而后过上自己享受的日子 他决定让石打开主持太平天国的大局 可石打开也给出了自己的条件 天王 臣以什么名目提立正乌 封义王石打开 为通军主将 主力金武 洪秀全虽然想找个人帮自己办事 但是经过这次大屠杀之后 他不再相信外人了 只给了石打开主将的位置 掌握大权的军师 却是自己做 他不想再培养出下一个杨秀亲王 新的矛盾开始了 这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权 与太平天国丞相 维郡马夫的对话 曾国权被对方说得哑口无言 就在刚刚维郡的马夫 从天津城 把维郡的外甥偷了出来 在半路被湘郡抓住 而后送到曾国藩的大营 曾国藩打算用这个孩子 劝详手舞昌诚的维郡 这孩子面带虎气 日后必定是好景 你看 红秀全还能支持多久啊 你们打不败的 这应该是这个马夫的人生巅峰了 同一天对了湘郡的两位高层人物 他原是北王府的人 虽然在天津事变侥幸存活下来 却从来没有生出反汗之意 他趁乱偷出孩子 只是想投奔在武昌城的维郡 如果我不让你随了心愿 那维郡就不会相信这孩子 是他的外甥 环香 你真的忠于红秀全 我也会成全你的 一旁的曾国藩 被马夫的忠诚所打动 且接下来 还需要有此人给维郡证明 孩子的真实身份 以此加大对维郡劝降的筹码 带他下去歇着吧 此番谈话 让曾国权郁闷不已 仅仅是太平军中的一员小兵 都如此顽固不化 这下他理解了 为什么与之交战的太平军 很少有投降的 怪不得他们投降的事 如林凤祥 苏三娘等 都是死战道德 宁可被林池处死 也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 曾国藩不禁感慨一番 越是深入了解太平军 心中越是浮起一股危机感 此次能否劝降手握两万大军的危惧 他自己也没有多大的把握 如果没有天津事变 保持太平军军中出现了一系列变故 他这个劝降的想法根本不会出现 随后 曾国藩让自己已经当上一品大员的学生杨岳斌 乔装成贩卖私盐的商人 与被俘的小兵一起把孩子送到武昌 中国翻派自己的学生 乡军水师提督杨岳斌 乔装潜入武昌 由他们俘获的北王府小兵带路 很快就见到了维郡 此行他们带着维郡的外甥前来 被热情捆带 给他找一个奶水好的奶娘 从今以后就得由我这个舅舅来带 让大好为维家报仇 维郡安排好外甥之后 开始打赏二人 这个小兵从前就是他的亲信 被俘获也是宁死不从 很有气节 现在他趁此机会回到维郡身边 被委以重任 不过他并没有点破杨岳斌的身份 杨岳斌目前还是以严贩子的身份自居 维郡安排人送上二百两金子重谢 丞相 金子在下一两也不能收 千金亦得亦有难求 能当上大将的都会多留一个心眼 维郡并不确定眼前人的真实身份 他借着请对方吃饭的时机试探一番 维郡故意用手按住杨岳斌的肩膀 只见对方一阵吃痛 他心中已有了答案 那范岩的 个个是靠肩膀头养家吃饭 那肩膀上都有厚厚的老紧 你只挑了一趟岩就腾成这样 你骗得了谁 杨岳斌身为一匹武官 被拆穿后从容不迫 大笑着缓解尴尬 最后说出了真实身份 维郡倒也没有过分为难他 原来是水师提督杨在福杨大人 一匹武官 哎呀 我们倒是在沙场上经常交锋啊 既然大家都以真实身份已成相待了 杨岳斌随即说出 死刑的目的是劝详 被维郡强硬的态度拒绝 我为太平帖国尽忠尽力 死而后已 你别在梦想我能降清妖 不过维郡还是很有大将风范的 没有杀了杨岳斌 反之以礼相待 两人畅谈很久 像急了很久没见的老朋友 不须此行啊 哎 你未曾劝详 就被我识破 怎么叫不须此行啊 见识了太平天国的战将 一不须 嗯 承蒙丞相如此后代 二不须 哈哈哈哈 韦昌辉被清算后 红袖泉想起了他 傅尘祥在那儿吗 你怎么知道啊 宣教 你去跟他说说 让他到天王府来当长朝仪怎么样 天王下一道诏旨 别说是他呀 哪个王侯大臣敢不从命 这样高级的女子 用亡命去压 朕于心不忍啊 她要是实在不愿意来 朕绝不勉强 不勉强 红袖泉之前 碍于杨秀卿的势力不好下手 现在东王北王已除 整个天津城都是他说了算 傅尘祥从此开始在天王府任职 直达开刚杀完陈玉成的叔叔陈成荣 后脚立马就将陈玉成招来当面道歉 他表示 陈成荣擎日刚罪孽深重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实达开此举也是为了安抚人心 我劝过叔叔 劝他不要身陷到宫廷争斗之中去 劝他到外面去领兵打仗 可他始终不听我的话 乃只有今日的下场 陈玉成从小被叔叔陈成荣抚养长大 十四岁作为童子兵参加太平军 充当大将罗大纲的卫兵 在二克武昌之役中一战成名 身为殿佑三十减点 转战多省 在浦口 三河 丹阳等战役中取得大捷 参与两破江北 江南大营之役 解除天津之危 现如今他的顶头上司秦日刚已死 他得以成为独立领兵的将领 手握重兵在晚北驻扎 是石打开的得力爱将 他表示自己并不怪罪石打开 这是他咎由自觉 外部的遗忘也无需道歉 石打开听后很是欣慰 由于之前各王之间互相残杀 他们各自在外领兵的下属之间 也是内讧不断 其中韦郡是最复杂的情况 邓国藩派人劝降魏国 率重兵攻打武昌城 韦郡坚守多日 洪秀全却拒步发兵救援 魏郡深知 手里有部队 还有话语权 率部两万余人弃城而去 这是石打开最不想看到的局面 可接下来洪秀全的操作 更是让他哭笑不得 天王新封了两个王 你猜猜是谁 封了个安王红人发 福王红人达 洪秀全既没有封自己的亲信蒙德恩 也没有封后起之秀 陈玉成李秀成为王 反而封了他一奶同胞的两个傻哥哥 让一向稳重的石打开都憋不住了 洪秀全此举 虽然看似愚蠢的任人为亲 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是要用两个傻哥哥制衡石打开 洪秀全也不相信任何外人了 这分明是不相信殿下 派他们来坚持 空怀大志 报国无门啊 洪秀全一手好牌 被自己玩得稀烂 因为他的任人为亲 逼走了首义武王景聪的最后一位 义王石打开 自天津事变后 回天津主持大局 人心迅速安定下来 在石打开的部署下 太平军文首要爱 四级反攻 陈玉成 李秀成 杨府清等后起之秀 开始走上一线 独当一面 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 逐渐得到扭转 但天王洪秀全见石打开 深得人心 心生一计 将自己的两个哥哥封王 对石打开百般牵制 甚至意图加害 为了避免再次爆发内讧 石打开不得已于1857年5月 闭火离京 前往安庆 愿跟我者当皆为兄弟 如不是一王仗义 东王只能冤沉大海 我杨府清 愿随一王 打到天涯海角 愿随一王 赴汤斗火 在所不辞 赴汤斗火 在所不辞 由于石打开这一时期 威望极高 在场的将领 几乎有一半以上 愿意跟他出走 但他们如果全部出走 会导致兵力空虚 清军势必趁虚而入 剩下的一半将领 大多是出于这个考虑 不想让自己辛苦打下的疆土 白白送给敌人 选择了留下 继续为洪秀全效力 其中代表人物 有亲王林启荣 英王陈玉成 中王李秀成等 辛苦打下来的江山 何等不意啊 一王振备一呼 一大半天朝的士兵都带走了 这时轻摇若打来 太平天国 岂不危在旦夕吗 二位将军放心 我将以死见证 太平天国 只有靠你们几位将军 都称危局了 石打开 无奈之举 我没有谋反 我也没有犯杀 我上队苍天 下队后土 我石打开 难道是天国的罪人吗 出走之后 他还是以太平天国 通军主将的身份 继续作战 同时名面上 还是以洪秀全为纵 秀全急眼了 石打开被他排挤 负气出走 随后石打开在太平天国 疆域广发告示 一时之间 竟有几十万大军愿意追随 他这一操作 石整个天津城的机动部队 只剩下七八千人 还都是老弱病残 红秀全看向自己的两个傻哥哥 只能无奈地翻着白眼 活脱脱的 就是两个吉祥物 屁又没有 只知道出馊主意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现在 青妖得了消息 江南大营 声势负赠 我们没有机动兵力 何以预定 最可怕的消息还是来了 咸丰学外语归学外语 正是还是没有忘的 他下令重建的江南大营 乘此机会卷土重来 冰封直指太平天国的都城 天津自此 第二次陷入危机 而红秀全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那怎么办 随阵赴石大开 是石大开赴阵 被阵而走吗 整个太平天国 由盛而衰 可以说是红秀全要负主要责任 他先是放纵杨秀全的嚣张跋扈 使其变本加厉起来 先后打了很多高层的屁股 到了杨秀全目中无人忘乎所以的时候 又让韦昌辉和石大开将其除掉 杨秀全死后 韦昌辉得势 红秀全又感觉到 韦昌辉威胁了他的天王权威 就借着石大开的力量 去除掉韦昌辉 而经石大开稳定大局后 他又封了两个傻哥哥魏王 分化石大开的权力 石大开感觉到危机 负气出走 其实也不难理解 他永远是策划者 一个赢家 那么下一个被除掉的 除了我还会有谁 我已经无力扭转前回 洪秀全的一系列操作 确实是寒了人心 最严重的是杨秀卿死后 太平君的宗教信仰彻底丧失 宗教体系面临崩溃 他想召回石大开拯救危机 可却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 现在的他只能依靠女状元傅善祥 出谋划策 如果真心请他的话 就要真心认错 令石大开心悦成府 这样他就会像从前一样 拼死为天国效力 洪秀全低头了 他为了弥补过错 请石大开回来主持大局 连下了三道金牌 甚至把两个哥哥的爵位都削了 可石大开根本不吃这一套 要说做戏得做全套 洪秀全这波属实是差点意思 在这之前 傅善祥给他提了三个要求 缺一不可 他只做了两点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让他效仿汉武帝下最紧照 洪秀全这波格局 还是小了点 让真下最紧照 我看这个就免了吗 洪秀全这波是死妖面子活受罪 只想改错 却不想认错 也难怪石大开 看不到他的诚心 且石大开决定的事情 基本上都是榜上钉钉 洪宣娇带着哥哥洪秀全的期望 来请石大开 注定是无功而返 我从小也一直把你像亲哥哥一样看的 请以往把心放宽一些 不要跟我哥哥计较 在向肚子里面穿出来 石大开默不作声地看着兵书 没有第一时间回复洪宣娇 这一次 他是彻底看透了洪秀全玩弄全数的把戏 现在的石大开只是忠于太平天国 而不是忠于洪秀全个人 今后 我永远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 无论我石大开打到哪里 我都会牵制很多清军 都是对天国的声援 声援 可现在江南大营正在向天津进兵 一旦天津支撑不住 你能拖得了干系吗 我又没有反叛 怎么板子全打到我的身上 两人的谈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是一点余地都没有了 越谈越崩 你回去告诉天王 我不求天王说我是忠臣 我只求问心无愧 洪宣娇带着失望离去 自此石大开再也没有回过天津 一直处于流动作战的状态 曾国藩知道太平天国的内讧情况后 可不会白白浪费这么好的机会 长毛分崩离析 我已查清 就将长毛守将林启荣 从前是石大开的部将 如今拒绝与他一同输走 这就惹怒了石大开 石大开出走后 太平天国分崩离析 曾国藩随即率领乡军攻打九江 此时的九江守将 是之前石大开的部下林启荣 他手下只有九千兵力 面对曾国藩的水陆大军 已撑不住多少时日 眼下能来救援他的 只有九江下辖的湖口守军 和在安庆的石大开 十几万大军 而曾国藩在攻打九江之际 同时也在围攻湖口 所以现在能救援他的 只有翼王石大开 我林启荣怕是守不住九江城了 再派县城去安庆 请求翼王发救兵来 安庆去九江 现在直属了 可林启荣却对石大开 没有抱任何希望 只因之前石大开出走 他是持反对意见的 而后两人更是分道扬镳 他留下为洪秀权效力 他心里很明白 石大开此刻 是不会发一兵一族前来救援的 我没想到 这个石大开竟是心胸如此狭窄之人 九江无论如何不能丢 丢了九江 天津就没屏障了 我愿意冒险出城 再去安庆见 敬衣王 请求救兵啊 林启荣剑手下执意去请石大开 他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 随即写下血书 让手下挨着去求援 石大开看过后 不以为然 缓缓到来 我有军武在身 不能随意耕动 不再说 那样会乱了大局 石大开不但不出兵 反之让其去找同样 顾随他出走的陈玉成 李秀成去求援 这话说的确实不负责任 林启荣的手下知道 石大开是故意刁难 破口大骂 异王啊异王 想不到你如此不义 你忍心看着九千将士困死固成 你的心如此之硬 你令千千万万将士寒心啊 他自知请不到救兵 以无言面对九千守城士兵 拔出自己的配件 在石大开面前自吻而亡 石大开看着他的尸体 久久不能平复 后葬他 石大开的女儿石一阳 看到这悲惨的一幕 跪下请求父亲出兵 可军国大事 岂是一个小孩子能干预的 石大开既然下定决心 谁劝都没用 石一阳无奈只能以死 逼迫石大开改变决定 他趁人不注意投降自杀 这一举动 虽然石大开心疼不已 却还是改变不了他的决定 我们去远九江 还是会是路干了 向江西进发 石大开最终还是选择见死不救 他带着大部队绕开了九江 前往景德镇驻扎 邓国藩得知消息后兴奋不已 石大开经骨泽小孤山 进入江西 已经到了景德镇了 他真的没来救援九江啊 这是人算无天算 如果石大开从水路打进来源 我们不但打不下九江 还可能损兵折将 石大开出走后 红袖拳被气得卧病在床 好不容易身体恢复了一点 傅善祥告诉了他 九江被维可石大开 却拒不发兵的消息 这波操作器的红袖拳 一口老血 差点喷出来 石大开绕开九江 脱离了太平天国主战场 他的绝情与冷漠 毁掉了九江一万余太平军将士 最后的救命稻草 但绝境之中的九江守将林启荣 没有一丝的恐惧与气垒 将军难免镇前死 他早将生死 置之都外 太平军更是重置成城 是与九江共存亡 最终被乡军李续兵 水师杨仔福部攻克九江 全城军民一万七千余人 皆壮烈牺牲 至此已在太平军 掌握六年之久的九江沦陷 守城大将林启荣 此后被红袖拳追封为 秦王茂千岁 朕哪 是伤透了心啊 朕先后封过七个王 除了早年朕王的南王西王 你看看 哪一个让朕放心吗 杨秀卿为常会 秦日杠 就不去说他了 就这个石打开 他还背朕而去 朕发誓 从今往后 永不封王 红袖拳经历这一系列变故后 不免一番胆慨 至此 他在永安峰的东西南北义武王 不是被他除掉 就是被他而去 他吸取教训 决定永不封王 可这样做真的行得通吗 显然他是要被打脸的 回后 红袖拳在傅善祥的建议下 开始重用年轻将领 封陈玉成为前军主将 李秀成为后军主将 李世贤为左军主将 为军为右军主将 人啊 你中军主将 兼正长退 绝同王位 红袖拳开始恢复最初的五军主将制度 主将不封王 却也能享受王爷的待遇 他想的太天真了 以为不封王 就能摆脱权力斗争 然后自己稳坐钓鱼台 他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自己的缺点 石达开出走后 带兵转战各省 先是丢了江西几十个州线 而后又在浙江福建碰壁 曾经百战百胜的翼王 竟再没打过像样的胜仗 再加上他没有及时救援九江 导致九千守军全体阵亡 石达开的分裂举动 与所作所为 伤害了部分天国将士的感情 很多将领 由最先同情被逼出走的他 转而同情 苦称天津危局的红袖拳了 一支支队伍开始离他而去 选择回天津保卫红袖拳 其中杨府清杨毅清兄弟俩 更是带走三万精兵 石达开所掌握的兵力 从开始的数十万大军 锐减到四万 大家总在问 我们一会江西 一会浙江 一会福建 这到底为了什么 打到什么地方是个头 你越让黄大人 在吉安战死的时候 也说毁不该拉出来 谁说一支支部队离去了 那是我派出去 总不能让十几万大军 都住在一个地方吧 石达开到现在还在嘴硬 众将韩兴离他而去军中 早已传开了 瞒是瞒不住的 杨府清几兄弟没打招呼 就把大军拉走 就连他的实姓国宗 也为他而去 这一下 他是尝到红袖拳之前的感受了 殿下 也许我不该说 不过 你杀了我的头 我也要说 我跟了殿下这么多年 大事小事 殿下精明过人 从来没错过 这回 殿下不受天王金牌 带兵出走 我看是错了 你找死 你杀了我的头 我也要说 汪海洋可以说是 石达开最嫡系的手下了 他从牌刀手 一步步做到统兵的丞相 可以说是石达开一手提拔 现如今 就连他都苦劝石达开 他是了解底层情况的 现在的石达开军心人新巨师 这样的部队 怎么能打胜仗 他奉劝石达开回天津 及早回头 可换来的 却是偏执与谩骂 你再敢散布这些 动摇军心的话 我就杀了你 你给我滚 滚 这是曾国藩的六弟曾国华 和相聚名将李续斌的遇难现场 他们死于太平军后起之秀 陈玉成和李绣成之首 自石达开走后 彭秀全开始重用年轻将领 恢复在广西永安 创立的五军主将制度 他把仅剩的数十万大军 托付给陈玉成和李绣成 咱们太平天国 现在目气太重 应该彻底的扫除 朕把振兴天朝的希望 就寄托在你们这些年轻人身上了 朕可把几十万的大军 托付给你们咯 这两人可谓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顶梁柱 在洪秀全的大力支持下 接管了安庆和乌 随后在安庆东阳县 召开五军主将会议 制定粉碎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 制止清军进攻天津的作战方案 翼王出走江西 我们兵力不足 必须统一之后 我一组成东西两路大军 东路由后军主将李将军主帅 西路由我秦帅 左军主将李将军 右军主将韦将军与我和兵 为攻打卢州主力 请各位将军回去待命吧 随后 陈玉城部由前山过书城 占领卢州与李秀城部会师 太平军奋力合击江北大营 大败蒙古都统圣保的骑兵 第二次攻破江北大营 解了天津之危 使太平天国在天津事变 和石打开出走的被动局面 开始得到扭转 军威得到了重振 至此 太平天国武王时代已经过去 两人逐渐形成了双星争耀的辉煌时期 让更多的将士看清这是大好事 是 天朝中心有望啊 陈玉城李秀城开始承胜横扫整个苏北战场 各路敌兵望风而逃 正当太平军在江北战场捷报频传的时候 曾国藩趁机在安徽境内发动大规模进攻 乡军汉将李旭兵部接连攻占许多城镇之后 又提兵围困安徽重镇三合 李旭兵站了前山 又想攻安庆 又想建同城 他以为长矛陈玉城不堪一击 想一口吞下完北腹地 吞得下吗 红秀权虽然自己能力不行 可他任用的军事主将却都很有才干 前有杨秀青石打开 现有陈玉城李秀城 自从天经之危解了之后 红秀权显然放松了不少 同时他还放权给这些年轻将领 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这样红秀权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当精神领袖 在天王府享受生活了 将在外居民有所不受 有些紧急军务 陈玉城可以随机应变 不必试试奏保 免无大军 红秀权经历一系列变故后 懂事得让人心疼 一旁的傅善祥看到后很是欣慰 这些改变可以说有他一份功劳 不过虽然现在天经已经没有威胁 可湘军的进攻并没有停止 曾国藩的六帝和湘军汉将李续兵部 攻占了安徽境内四座城池 我哥哥再三让咱们退守同城 咱们可能是反而拎家当地 太孤军深重了 听说这个陈玉城和李秀城 已经将三河围了关 不至于那么严重吧 李续兵贪功冒进孤军深入 虽然进军迅猛 但部队伤亡较重 仅舒城一战乡军就阵亡不少 到三河镇的时候身边只剩六千兵力 而陈玉城认为李续兵是在自掘坟墓 他得好好利用这个战机 随即召开军事会议 他们兵力单薄 必分兵营战 你我两军十万之重 可以以多积少数值包抄 数值营战 叫乡军首尾不能相顾 我们必获全胜 太好了 咱俩想到一块去了 陈玉城李续成和兵十万来势汹汹 李续兵不相军陷入太平郡的包围 各路援军皆离他很远 此时的李续兵后悔也没有用 回不经曾帅之言 1858年11月自治被围 却不肯撤退的李续兵与陈玉城 在三河展开决战 此一李续兵所部五千精锐全部被奸 陈玉城李续成取得三河大劫 乡军精锐伤亡惨重 乡军大佬胡林义文讯后 吐血晕倒 曾国藩绝食数日 曾国藩的乡军自三河 被太平军大败之后心力交瘁 他的包地曾国华和得力干将李续兵 死于这场战役 他本人经受不住打击 一时间卧病在床 这次太平军对他的打击 比之前石打开在九江大败他的时候 更为严重 正当曾国藩一筹莫展的时候 陈玉城给他送来了一封亲笔信 他要约见曾国藩私下会面 见一见对方的庐山真面目 同时愿意归还在三河战死的三位清军将领灵救 众将看过信后 皆认为是陈玉城的计谋 可曾国藩却力排众议 坚持去会议会 这位比他小了整整27岁的年轻将 我不能让陈玉城小瞧了我 他在试我的胆量 我若不去 不是在他面前矮了三分呢 再说 为了参与爱将的灵救 我也该去 曾国藩的酒帝曾国泉 担心哥哥的安全 准备在会面地点派一队士兵 手持洋枪暗中保护 可还是被曾国藩言辞拒绝了 他相信自己的判断 认为陈玉城只是想奚落刚打了败仗的自己 长毛 必你欺我 只是想在我面前抖抖威 我兵败神不败 一定要去 双方都信守诺言 都只带了一个随从 乡军这边曾国藩和他的酒帝曾国泉 太平军这边陈玉城带了他的妻子曾婉妹 双方约定在一座桥边会面 那曾妖头 杀人不眨眼 要不人家怎么会叫他曾剃头呢 我看你老先生丝丝纹纹的样子 不可能是曾国藩 眼前这个正在说话的女将 乃是太平军前军主将 陈玉城的妻子 他对曾国藩恨之入伍 自己的祖父曾天杨老将军 就是败于曾国藩的相聚 在成林基战死 他被曾国藩文人的外貌所误导 直到曾国藩开口 他才确认 眼前这个儒雅的老先生 竟是他的仇人 他虽有恨意 但是在双方主帅会面的场合 并没有很明显的表达出来 而是很实大体的 曝出自己的官职 曾国藩见他跟自己同姓 是惊讶 开始套近 甚至把双方的祖先曾子 搬了出来 可对方明显不吃这一套 由于太平天国前期 并不认同儒家文化 在禁军过程中毁掉孔庙 龙秀全甚至下令删改论语 曾国藩见这个聊不通 转换了个话题 你们的国号太平天国 你们何时给过黎明百姓 一天太平 你是个读书人 应该知道不平责民的道理吧 百姓活不下去了 才起来造反 如果每个人都能像你一样 石有鱼出有车的话 他们也会安居乐业 曾国藩的这番中军爱国的言论 直接被陈玉成反国了 出身不同体会的也自然不同 太平天国现在割据一番 他反之向曾国藩介绍起太平军的政策 陈玉成这波分析的很透彻 反之开始劝对方 他表示 现在曾国藩手握重兵 又被满清皇权猜疑 逐经并不是很好 该为自己和家人好好考虑 我若是你 即使不与太平天国合流 也要打出自己的江山来 那你曾国藩也算一条好汉 当走狗有什么意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抱负 双方立场都很坚定 曾国藩显然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虽然谈判未骨 不过陈玉成还是很有诚信的 辉还对方三位将领的灵鹫 双方的会面也算有始有终 山不转水转 将来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机会多了 到那时候就不会对你们这么客气了 好 后会有期 纵观天下几十年内 能做出一番惊天动地大事的 只有两人 你在青梅煮酒论英雄吗 这里既无青梅也为煮酒 这里也没有曹操和刘备 更没有那句经典的 唯使君与操尔 左宗棠的言论一向是豪气冲天 可这番调侃让曾国藩不寒而令 两人的谈话 要是传到咸丰耳中 那就不是件小事了 铁木胡言乱语诱 日后见吧 两人同是名列晚清的四大名臣之一 可谓是惺惺相惜 虽然左宗棠此时 只是在湘郡担任着四品幕僚 可曾国藩从头到尾都是一礼代之 本是欣赏对方的才华 很多大事都是问过左宗棠之后才决定的 曾国藩由于在三河被太平军击败 无奈上书给咸丰请罪 他写好了大纲请来了左宗棠帮忙参考 开头就不好 怎么能说自己屡战屡败呢 这八年来可不是屡战屡败吗 既敢闻过是非 皇上更要震怒了 我并没有让你闻过是非嘛 左宗棠只是稍加思索 就想到了一个绝佳的方案 把屡战屡败 改成屡败屡战 左宗棠虽然只是将两字顺序调换 可意境却大不相同了 屡战屡败是指多次打仗多次失败 而屡败屡战则是指 虽然屡次遭受挫折失败 仍然努力不懈 从而显示出奋勇无畏的作战精神 千古一决 改得好 真是一字值千金呢 左宗棠又一次帮助曾国藩 解决了困惑他的大难题 曾国藩心情舒畅了很多 他不忍心左宗棠一身才华无处施展 奉劝其不能再安于幕僚的位置 该出山显示自己的才能了 自天津市变后 红秀全被伤透了心 他的五位老兄弟 死的死去的去 他决定永不封王 可才几年时间 他就改变了最初的想法 原来就在刚刚 他的早期创业伙伴 红人甘回归 他对于这个博学多时的亲戚 印象极好 正愁青族无人的红秀全一见 便予以重任 红人甘才回归几天时间 就被红秀全 封为干王七千岁 正式总理朝政 这俨然已经跟当年的南王冯云山一个级别了 可寸功卫力的红人甘一下子 被摆到这样的位置上 势必引起群臣重将的极度不满 你刚来天朝 尺寸之功卫力 便有如此高位 恐众人不服啊 有什么不服吗 啊 本子弟 你是太平天国 和拜上的教的创始者 红秀全为了平衡人心 这才封了陈玉成为王 臣感激天王的器重 只是现在陈还年幼 还是不封王位好 红秀全听完这话 翻起了他的小白眼 你是不是因为 没有封李秀成啊 这也是一个原因 李秀成年长于陈 战功不比陈少 我封了 他不封 反而刺伤了他 陈玉成李秀成 同为后起之秀 按理说 应该要无差别对待 可红秀全不封李秀成 也是事出有因 原来是李秀成的部下李昭寿 投降了清俊 同时把楚州拱手相让 太平天国成不了气候 什么时候战死都不知道 要是给逮住 非得定个死罪 人生在世为了啥呀 还不是为了荣华富贵 你看我 二品挺带 货真价实 我已经在张国良 恶行恶 圣宝 三个人面前 宝举了你 他们都很高兴 说你过去 一定给你个提督赶赶 从一品 逼我还打呢 自我当真吗 更要命的是 李昭寿还给李秀成 写了封券详信 而这封信 恰巧被天津派来监视 李秀成的侍卫看见了 这是府王杨府青 与他的大舅哥为郡 自天津事变后第一次会面 双方已经到了 剑拔弩张的地步 两人都有着悲惨的命运 围扬两家 在天津事变中都被灭门了 杨祖青的处境还好点 洪秀全给他哥哥 东王杨秀青平早后 他带着三万大军离开时打开 转而投奔洪秀全 而反之北王为昌辉死后 还要背负骂名 所有的罪过 都要活着的唯郡来承受 显然杨府青 把东王府覆灭的罪过 算到唯郡头上 你带着大队人马 就这么问我要儿子 他就在我的军战里 不能耐 你去取啊 唯郡 我今天暂起饶了你 我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绝饶不了你 杨府青最终还是冷静下来 双方的部队并没有因此开战 可从此 两人也到了老死互相往来的地步 维郡看着远去杨府青的背影 只能无声地叹着气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这里的消息很快被乡郡知道了 曾国藩了解到维郡现在的处境 打算开始他的第二次劝项 杨维两家势不两立 就决定了维郡的悲惨下场 我会再派人到杨府青那里去 把维郡想朝廷一事 告诉他 就说要把他的孩子拐了送给青妖 杨府青一定会死命攻击 维郡就更无路可走了 恩国藩的连环记一波又一波 从给维郡送外甥开始 就已经在筹划着让维郡投降亲王朝了 包括这波杨府青带兵讨要儿子 也是他故意放出的消息 现在两人在他的意料之中关系破裂 他知道最绝佳的劝降机会来了 再一次派出自己的学生 水师提督杨在福前往维郡大营 卢下此行何意 来朝渡将军 脱出湖海呀 你还有出路 燕王是杀你一家之仇主 杨府青兄弟又苦苦死逼 1858年 太平天国后期五虎上将之一的维郡 终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被逼投降了 此时距离天津事变已经过去了两年 这两年受了多少窝囊气 只有他自己知道 设身处地的维维郡想一想 如果继续留在太平军 那么自己则会日日提心吊胆 还要面对被维昌辉 无端杀掉家人的军中将台积 胜怕功高震度 败则幸运不保 如果你是维郡 你会怎么选择 他命长毛记了发去攻打五虎 你拿下五虎作为见面礼 好 我把这兵不血练的一掌 看比九江大截还重啊 微郡下定决心投亲之后 做了一系列的准备 将他的大部队陆续撤回安徽池州 向湘军水师提督杨在福帝书 并上缴观影百科 约其攻取巫补作为投名状 开创了太平军主将投降的先例 但微郡事先给部下们思想工作 做得不够透彻 导致杨府亲领大军来讨伐的时候 他的很多部下临阵倒戈 返回太平军阵营 微郡看着部下们一个个出走 再加上杨府亲大军来袭 他知道池州是守不住了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是执意详亲 临走前把他的小外甥 也就是杨府亲的儿子留了下来 死去生死未卜 孩子如果带到清军那边 不知道会不会被清算 他不敢赌 留给杨府亲是最安全的 也算是留了个后 最终微郡带出了一万余众 投降了亲王朝 被封为参将 助手无胡 微郡是第一个投降清军的高级将领 微郡的投降 也让太平天国的局面更加艰难 这个先例一开 也导致太平军后面 越来越多高级将领 选择投降 这是李秀成的高光时刻 面对亲王朝抛出的高光后路 他果断拒绝 而此时的李秀成处境也不是很好 他的手下里招受薛之援反叛 丢失重镇除舟 此时困手扑口的李秀成内无军响之兵 外无援兵来救 但他并没有做出与为郡同样的选择 仍然坚持与清军进行艰苦的战斗 他的勇敢作战和忠贞不渝的表现 终于让洪秀全解除了对他的疑虑 随后洪秀全更是亲笔写下万古忠义四字 送给李秀成 并进封其为忠王 扫照吧 朕封他为忠王 李秀成一家六十口人全在捕口 劳母也在身边 他想叛 一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啊 办当事忠臣 要是没有李教授 他还封不了这个忠王 公元1860年 江宁将军和春统帅江南大营重新包围天津 李秀成请令出战 与英王陈玉成 甘王红仁甘一起共商解除天津之危 他们决定实行唯威救赵之计 集中兵力攻打苏州和杭州 李秀成领军连下安徽广德 浙江安籍 并率1350名 先锋骑袭杭州 江南大营果然奋兵来救 导致后方空虚 太平军随即要转目标 即 陈玉成 李秀成 李士贤 杨甫青各国有十万余众 杀回南京 来世逊 西路陈玉成 与南路杨甫青部 已经攻破南京西南 我们请曾国藩分兵来救 他根本就不理睬 将军 也许图有须名嘛 和春此时还没意识到危险 他让部队都不要慌 开始下令反击战术 而李秀成此时已经回师 与从完北赶来的陈玉成部 猛烈合击江南大营 一时连破清军 因为五十余座 数万清兵溃散 和春此战狼被逃窜 将南大营第二次被太平军击破 这是石达开重判清理的现场 他的新副部将们 开始跟他吃反对意见 他自从率领大军脱离红作权之后 像个无头苍蝇 处处被动挨打 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役 杨甫青带着三万大军离他而去后 他只能放弃进攻福建 开始转战江西 这个时期 也是只能不停地攻城 攻完城拿到战略物资之后 就丢弃城池 根本没有他之前治理安庆那样 意气风发了 公元1859年 石达开大部队 从江西南昌开拔 准备战略进攻湖南 发动宝庆会战 湖南毕竟是乡军的大本营 曾国藩 左宗棠 胡林义等 都是湖南人 眼看老家被太平军进攻 曾国藩当即下令 放弃进攻安庆 回援湖南 代宝庆大败石达开的太平军 石达开无奈只能撤回宝旗 殿下 如若回了天津 不但太平天国有了生力军 就连我们这些 跟随殿下多年的人 也算值得 谁愿意走上死路啊 翼王 够了 你别想叛过而去是不是 我石达开 你脱离天津 另辟新路 我就一定走到底 至死不回头 翼王 石达开自从天津走出来后 虽然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 可却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 经过湖南大半后 众将纷纷恳求他返回天津 可此时的石达开 也没有回头路了 其他人都能回去 唯独他自己不能 如果回去 龙秀全必不容他 他只能无奈地放走一个个将军 太平天国有难 天津为基 我们这些天国的热血男儿们 今日适时北上救主 孤江福主 伸心天国 此次石达开不下 以汪海洋为主 开始脱离石达开出走广西 他们在江西遇见中王李秀成时 军队还有二十余万人 红秀全嘉奖这支军队 命名为扶巢天军 红秀全已经到了丧兴病狂的地步 封王封上瘾了 他这波操作 把一旁的红人杆都搞懵了 封得越多越不值钱 原来就在刚刚 太平天国的重制安庆 被曾国藩的乡军攻破了 这座已被太平军经营多年的城市一破 他们的都城天津 就相当于没有屏障了 可见安庆是多么重要 也难怪红秀全会气急败坏 这安庆丢了怎么办 安庆是天津的索要 安庆是安徽的屏障 曾国藩今夺安庆 鞠躬首位 被恩赏太子家少保贤 你说 这封你什么贤 封你什么贤 1860年下 正当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之际 将军统帅曾国藩 得湖北巡抚 无灵役 统帅水陆大军五万余人 从湖北进入安徽境内 一时连线太湖 前山 石牌等地 直逼安庆 而此时的陈玉成 李秀城部 还在东征苏州和长州 龙秀全紧急调集兵力 跟五路大军回渊安庆 军备相军所组 双方开始长达 15个月的安庆之战 昨天陈玉成以大队为掩护 派人用小船向城内运名 被我们水师组结了 一厘米 也没让他运进城去 好 这次 我们来个兵写任 老长毛 饿死了成立 这次围攻安庆 耗时长达15个月 这期间 咸丰还没等到 曾国藩胜利的消息 就因为学外雨过头 在城德避暑山庄 提前驾崩了 皇城真的 皇城已于7月16 在热河行宫 驾崩了 而安庆守军 因水路粮道 军被相军封锁 导致粮食吃光 只好吃树叶树皮 坚守城池 许多战士活活饿死 1861年9月4日夜 相军发起 最后总攻 太平军全程 两万多将士 全部壮烈牺牲 自此安庆陷落 长江以下 无闲可守 天津危机 军秀全 不得以大肆封王 激发重将斗志 安庆一战 陈玉成的精锐部队 死伤殆尽 不光是绝赏 无法安定众人之心 结局 这些后题之秀 有能披戴陈玉成的人 军秀全自安庆陷落后 开始彻底放飞字 他把安庆失守的责任 全部推托给英王陈玉成 随后 把陈玉成的部下 一个个封王 开始打压陈玉成 不知陛下 都封谁呀 喂文光 陈德才 梁成傅 在你道指 严则陈玉成 师太胡 师安庆 退安省 应格其职 立功自输 打压完陈玉成后 红秀全又开始削弱 同为双子星之一的 中王李秀成 他得知李秀成 李世贤兄弟俩 自攻破苏州后 招兵买马 兵力已达百万之众 已到了他 不得不忌惮的地位 同时有传言 李秀成在苏州的中王府 比他的天王府 还复立堂皇 红秀全听了更受不了 一口气 直接封了两千多个王 以此来削弱 李秀成的军权 诸侯大 而王想 是要出世的 人人都在抢王帽子 一下子封了两千多个王 大家封了王以后 可忙着盖王府 选王娘 谁还像秦陈一样 后期的红秀全 已经到了不相信 任何人的地步 做出的一个个决定 都是在寒不下的心 可即使这样 陈玉成李秀成 也没有生出反汗之心 我也只能尽我的绵薄之力 为天国之夜 死而后 公元1861年12月 距离安庆被攻下的第三个月 李秀成率领20万大军 连下浙江金华 延州 包围了整个杭州 并且跟曾国范围安庆的战术一样 封锁两道为而不打 等到杭州城内 弹尽粮绝之时 李秀成下令总攻 此时城内清军战斗力 已实不存一 就这样杭州城 第二次被李秀成攻破 浙江巡抚王友凌晨破后 自已而亡 李秀成攻下城之后 并没有滥杀无辜 反而把俘虏的清军将领放了 同时 他还照顾到城里的百姓和商人 从嘉兴再运一万弹米来 发放给杭州难民愿做生意的 可提供本钱 六个月后还本 这是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 被俘后的审问现场 只见他临危不惧 面对一品大元盛宝的质问 丝毫不落下风 本人三喜湖北九下江南 你还记得白石山之战吗 你的二十五营骑兵和我一战 有一个跑回去了吗 你竟然扒了一个过路女人的衣服 化妆成村妇草草 我都替你两红 败君之将 尽可言有 郑宝当过女装大佬的经历 被陈玉成当众拆穿 气得他一时说不出话来 陈玉成自安庆失守后 退守卢州 但这时他的处境已经十分困难 外有敌军一步步逼近 被有天王洪秀全的革职处分 1862年5月 荆州将军多龙俄围攻卢州 陈玉成决定弃城北走 真是绝处逢生了 现场说什么 这个苗佩林算是有考虑 看来放弃卢州走兽州是上场 什么 放弃卢州 正当陈玉成打算放弃卢州 另谋出入时 他的手下 做王苗佩林派人送来一封密信 邀陈玉成去他的大本营兽州 并且许诺帮助其招兵买马攻去河南 陈玉成心动了 虽然他在红袖拳那边坐了冷板凳 可他一日不再想着 光复天国昔日的辉煌 由于苗佩林此人品行不端 是个著名的脑哥将军 陈玉成的部下 对这个人都没有好感 纷纷劝阻 苗佩林行动 是首属两端的小人 他的话可以信吗 他从前给青腰半团练 打碾军 后来才想太平军 没什么军功 殿下却保住他封了纵王 又赏他三个亡俩 将士们早就有怨言了 陈玉成不听部下的再三劝阻 决意出走寿州 部下们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苗佩林果然对得起 他这个岛阁将军的称号 他早已投降了清俊 只等着陈玉成重计前来 就在陈玉成带着部下进入寿州城时 片刻时间就被里面的叛军 包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陈玉成这波是英雄一事 糊涂一时 苗佩林 你想干什么 对不起了 英王 我想立功 只有拿住你才是我最大的功啊 你这无耻的小人 把陈玉成今天碎死 这太平军马上要打回来 争者有其便 人人幸福的天堂 一定会到来 这是英王陈玉成 即将行刑前的遗言 此时的他年仅二十六岁 他并不拒死 只是可惜在有生之年 没有完成自己的理想抱负 曾国藩看到昔日的对手即将被处决 心中感慨万千 他得知陈玉成被俘后 送到了圣国大营 第一时间给慈禧上书 要求一起参与会审陈玉成 此行他有两个目的 一是想要劝降陈玉成 二是不想让功劳被同为钦差的圣国无战 这陈玉成 明兰不化 我已经用六百里加急 奏入京师 有个朝廷下旨 立即将他 压缩京师献服 曾国藩听完表示 他要单独提审 毕竟他和陈玉成 也算是老熟人了 想要再争取一番 明朗别来无恙啊 原来是你啊 你脑后都插上了三眼花灵 看来是你杀太平均杀得太多 亲邀皇上 对你的奖赏 面对陈玉成的嘲讽 曾国藩并没有生气 反而命令士兵解下他的手铐 随后遣散旁边站着的士兵 邀请陈玉成入座 以礼相待 这一幕像极了老友贵面 我定你是个英雄 也有星星兮星星之意 你是想招降我 对吧 大家都是聪明人 陈玉成看出来曾国藩的心思 是想要招降他 从而是太平均更多的将领 临阵倒戈 你把我陈玉成看得太有价值了 我之所以有价值 是因为我浑身上下有太平天国人的浩然正气 有天仇人的硬骨头 我若是投降了你 我就像一条抽去了极量的哈巴狗 天国的人会唾骂我 提到我的名字 人家都会恶心 陈玉成命死不头 曾国藩只好成全他 成全一个把明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 陈玉成随后被押赴刑场 完美百姓见到这一幕 皆于心不忍 场面一时有点控制不住 陈玉成的爱人曾婉妹救夫不成 决定共同赴死 死前请求举办属于两人的刑场婚礼 曾国藩被这一幕打动 这是洪秀全的高光时刻 面对英法联军瓜分领土的要求 洪秀全果断拒绝 反之宣布 进攻上海宁波这些 有外国驻军的城市 太平天国前期对外国人的外交政策 是独立自主 反对侵略 洪秀全允许他们自由通商 平等往来 交流双方的宗教文化 但是不允许他们干预中国内政问题 更不允许在太平天国的国土内贩卖鸦片 但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 西方列强们对清政府的态度 由开始的打击 转到拉拢 最后干脆帮助清政府施压太平天国 随后他们开始帮助李鸿章的怀军 组建洋枪队 彻底抛弃了他们之前中立的态度 英法联军还亲自出动 九百名海军入战队 帮助李鸿章反扑太平军的进攻 既然双方已经彻底撕破嘴脸 那就战吧 公元1862年6月 太平军在上海清土 与英法联军交战 慕王潭少光担任前敌总指挥 此意大破淮军和英法联军 法国海军提督普罗德 被击毙 这是个大伙吧 回命王 他是法国海军司令 普罗德 哦 你看 他胸前还挂几十字架 一定是信上帝的 看在上帝的份上 把他给后葬了 是 太平军顺势一路占领法华寺 清安寺 就在谭少光部达到距离上海县城不足十里时 怀军首领李鸿章 交集万分 他只能无奈地以极高的代价 让英法等国再度出兵 帮助清军 只要他们不提出在北京弄一块租借就行 长毛要你命 洋人要你钱 现在是赦钱不赦命的时候 我们只求战功 你什么也别管 也就是在此时 曾国藩曾国权的相军 以兵临天津城下 占据宇花台和护城河 天津再度危机 中王李秀成 赵谭少光回师秦王 再加上英法联军援军将至 太平军结束了攻打上海的战略方针 从1860年到1862年两年时间 太平军一共扎起了三次上海战役 多次击败淮军和英法军队 也赢得了国际性的知名度 石打开穷途末路 被逼走大渡河 洪秀全得知消息后 反而幸灾乐祸 石打开在宝庆会战失败后 被破退回广西休整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 他手下70多位将领联名出走 带走了20万大军令石打开 差点成了孤家寡人 但广西天地会起义军众多 石打开很快又招募到6万余人 这个时候 石打开终于确定了战略目标 他准备带着剩余兵力 北渡长江夺取成都 建立四川根据地 石打开随后转战云贵川三省 先后四进四川 终于在1863年4月 兵不血刃渡过金沙江 可就在他们到达大渡河时 突遇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 多次强度不成 这位太平天国的陌路英雄 陷入了绝境之中 石打开向大渡河顶而走险 他始料不及的是 依赖作为侧应的赖遇新部 在桃米关全军覆没 石打开的后路掩护部队 被四川总督洛秉城 联合当地吐司的司军联合消灭 石打开的几个王娘 带着他的孩子 投入大渡河自尽 他也没有任何退路 只能孤注一掷 下令继续强度大渡河 被当地吐司王英元率部阻挡 船只还未抵达河流中线 就全部被摧毁 渡河将士无疑幸存 石打开建议的步行 只能用卵的 他派人给王英元送去财土 只求对方能让开一条生路 可清军那边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碎某 和平过境的事怎么样 按照您的吩咐 我连夜渡船至西安 拜见了吐司王英元 并递上了您的亲笔书信 他怎么说 他说 你迷亡也太小气了 骆炳章大人一次就给我五千两相 王英元的想法也很容易理解 我与其接受你的部分经营 不如把你困死 夺取你的财宝 再把你抓到清廷那边 立一个大功 石打开此时 部队经过几次强度喂狗大量捡 有原来的六万大军 锐捡到不过六千余人 前有阻拦后有追兵 他也只能无奈地叹息 我石打开 真到了穷途陌路了吗 这是太平天国首亿武王之一 翊王石打开的受审现场 只见他慷慨陈词 一番豪言令主审官十任四川总督的骆炳章 无言以对 石打开由于被困大渡河 多次强度喂果后 陷入两难境地 此时骆炳章派人前来谈判 他表示只要石打开放弃抵抗 可以让其回到广西老家退 并且不追究所部太平军将士的罪责 就地遣散他们为名 石打开在三思所下 做出了他的决定 我不忍心看着七千将士 最后惨死 我决定 以我意思 来换取大家的生存 翊王 要是我们死在一起 要是我们死在一起 翊王 你可战死 你绝不投降 绝不投降 石打开不顾中将反对 派人送信给骆炳章 他表示决心舍命以权三军 让他们把自己押回北京邀功 却也提了两个要求 一是让所剩的六千多名太平军中 立即遣散四千人 发放口粮和路费 二是留下的两千人仍然携带武器 由石打开部下张穗谋带领 暂时移住大树宝 快拽 石打开的心 末路英雄 都上末路了 到这个时候 他还再三声明 不畏求荣 而是二主 绝不相亲呢 答应他吗 传答应 过来以后 看秦星再说 末炳章表面上答应得好好的 可就在石打开坐着小船 到达清军阵营后 清军却没有守信用 对着最后的两千多太平军将士 猛烈开火 除三百老幼存活外 全部被杀 石打开看着这一幕星都在滴血 回不及当初的决定 真可谓一步错步步错 石打开呀 石打开 我何该兵败于此啊 随后石打开被押赴成都 他痛斥洛炳章 除而反而背信弃义 最终被叛林池处死 临行之际 他从史之中没有坑过一声 太平天国一王 足 享年三十二岁 他是太平天国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 体恤百姓名声 升平世纪为后世所传送 被认为是中国历代 农民起义将领中最完美的形象 再平天国后期 洪秀全把当初从广西打出来的老兄弟们只要活着的都给封了王 可以说从天津城扔下一块板砖就能砸中好几个王爷 他这一做法引起后期几位石权王爷的极度不满 手下都封王了 理论上大家都是一个级别 很多人被封了王爷后开始狂胀 根本不听从前上级的号令 导致军队调动极为不便 措施了很多战绩 你想放弃苏州是吗 我集结了十万兵马 在百路港一混战 我接连给黄子龙陈坤叔下令 叫他们火速增软 可他们根本不听 都是王了吗 我调不动咯 公元1862年5月30日 曾国权率领相军在宇花台附近扎营 同时水师也停泊在南京护城河口 洪秀全急眼了 生怕天津城不保 紧急给在攻打上海的李秀城 发布秦王赵旨 李秀城随后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 打算放弃经营三年半之久的苏州城 准备率领六十万大军回师天津 奔赴于花台 离开之际 他询问众将有何人愿意留守苏州 抵抗住李鸿章怀军的进攻 现在大兵压境 天津也告急 苏州成了一座孤城 谁能立下军令状 死守苏州 我 我愿死守苏州 战死为止 好吧 你带人留下 给予各王 军归沐王谭少光劫志 是 谭少光立军令状愿与苏州共存王 李秀城安排一切后 准备回元天津 临行之际 在他的中王府 单独会面唐少光 他心里很清楚 他把大部队带走之后 苏州很难守住 可苏州却不能不抵抗 不然怀军和乡军就可以一起合兵 他们的处境就更加艰难 李秀城只觉得对不住谭少光 可眼下相对那些摇摆不定的王 唐少光是最合适的守城人选 什么事啊 我连知道守不住 真是难为你啊 你们不都封了王了吗 还不知足 实话告诉 早在七天之前 我们八个人就生了反叛之心 昨天在城北阳城湖上 我们拜见了李鸿章李大帅 我看你是冤猛将 我们不想杀你 跟我们一起投诚吧 这是太平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集体华变 同时有八位王爷投降李鸿章 史称八王叛乱 公元1864年12月4日 太平军叛徒告永宽 汪安军等八王被谭少光 邀请到中王府召开军事会议 在这之前 杭少光就已经知道他们有反叛之心了 可是我听说那王高永宽 想反叛 他曾经去过李鸿章那儿 高永宽 武贵账 王安军这些人 都不是老广西 可大家 无为三等王 都有各自独立的指挥权 谁也奈何不了谁 虽有李秀成的任命 却只是各空头衔 唐少光光明磊落的企图 用大意去劝说他们 尽忠报国 共保苏州 可他还是太天真了 识时务者 雷俊 这么打下去 就凭你 你能力挽狂澜 你能挽回大局 不如早回记 唐少光对洪秀泉忠心耿耿 顾持与他们为伍 听完他们的叛逆言论 更是破口大骂 被一众叛徒乱枪打死 这群人面兽心的畜生 太平天国后期 不可多得的勇将勿王谭少光 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 这一年 他二十八岁 他死后 众叛将随即打开苏州城门 迎接李鸿章 李鸿章得知 谭少光宁死不详 对这位年轻将领 心生敬意 那谭少光的人头 还在吗 在 在 在 我已经派人 挂在南城门的旗杆上 适中把头取下来 缝合到石身上 按你们的规矩 用上好的黄卷裹身 到城外找一块地方下葬 后葬 而后 李鸿章做了一个 令他背负终生污点的决定 他决议把这八个投降的王爷全部处死 其中包括 已经放下武器的几万太平军士兵 史称苏州沙翔 你们这样无耻 无言必惜 让我看不起 来啊 打下去 全部就地 正法 苏州沙翔 是太平天国末期的一次重大事件 这次事件的出现 标志着太平天国在苏南根据地的覆灭 为清廷剿灭太平天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平均苏州失守后 中王李秀成交集万分 在这之前 由于曾国权兵领雨花台 天津被围 李秀成无奈只能集结唐帝世王李世贤 护王陈坤叔等13个王爷 领兵十余万 对外号称六十万 由苏州出发回袁天津 分三路出发 直逼雨花台的湘军大营 与曾国权在雨花台展开攻坚战 由于太平军回袁速度不够快 围城的湘军已经建筑了防御阵地 双方兵力虽未三比一 可曾国权却硬生生地死守四十六天 雨花台上仍旧高高飘扬着湘军的旗帜 李秀成指得下令撤退 堂帝李世贤 劝他对手浙江福建建立根据地 可李秀成却拒绝了 若不是石打开 拉走了我天朝十万精锐之师 也许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我们各自为政 那天朝历时就要完了 我料定我劝不了 你也不用劝我了 复巢之下岂有顽暖 太平天国 真有灭亡的那一天 我李秀成 理当死难 李秀成没有愧对洪秀全 给他写的四个字 万母忠义 他进到了自古以来 忠诚该进的义务 危机关头 他选择回到洪秀全身边主持大局 让洪秀全没有过于的担忧 而此时的洪秀全 因为内忧外患 得了重病卧病在床 他得知李秀成率步从南门进入天津 欣喜万分地从床上爬了起来 忠王回来了 他在大门外后止呢 问能不能见 李秀成 回见护驾了吗 陛下 告诉他 在知识点等着朕 朕马上去 马上去 李秀成的回归仿佛让洪秀全 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陈玉成死后 他把所有的希望 全都寄托在李秀成身上了 哪怕身患重病 也要以最高礼仪接待 天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起来 起来 天王 陈曾国藩李鸿章 尚未完全合围天津 我们突围出城 弃守天津 天津记着太平天国的命运 这年在这住了十一年了 真不走 绝不走 红秀全自太平军定都天津后 自此已经十一年 没有出过天津城了 就连他的天王府 也很少出去 他一直过着 比咸风还要舒服的日子 突然让他出城 过上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 他是果断拒绝的 这一幕 向极了小孩子发脾气 把一旁提建议的 中王李秀成气得不轻 李秀成自回天津城后 第一时间被红秀全召见 并一起讨论 当前太平天国的局势 苏州长州一失 李鸿章和杨仁的长盛军 势必都要压到天津来 天津外围 只有中山上在我手 其他水路药中 巨陷青药之手 天津也十分危急 因着李秀成 一直在汇报不好的消息 红秀全不满地 翻起了他的小白眼 并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反而把太平军 从前两次大破江南江北 大营的高光石刻搬了出来 以此来激励李秀成 可现在时代已经变了 外面的援军进不来 城内的粮草 也坚持不了多少时日 世大开当年因为缺粮 还把几万妇女放出城去呢 朕不是还带头吃过粥吗 那时 我们外边尚有兵可调 晚北 江西 都在我们手中 浙江不是由李世贤打军吗 为什么不把他调过来 浙江我军 全被左宗堂缠住了 也不好抽调了 红秀全这下蒙了 金石不同网路 曾国藩的乡军 李鸿章的怀军 左宗堂的储军 阶城气候 可他曾经赖以依靠的 军事统帅杨秀青石 达开陈玉成等却不在了 只剩下一个李秀成 独目难知 太平军各路秦王大军 都被阻拦 目前整个天津城 只有李秀成 带回来的一万精兵 作为守城主力 面对曾国藩 曾国权的乡军 怕是飞水车星 随后李秀成提出了 撤出天津 退守江西 建立临时根据地的想法 却被洪秀全大骂一顿 陛下 征战之势 不在意城一池 不要再说了 朕绝不出天津一步 你们怕死你们都走 朕一个人留下 都是你们这帮无用的人 才是江山日处 国是日非 若是东河 英王活着 朕就今日只有 洪秀全又在乱指挥了 天津城被围后 城内粮食紧缺 李秀成派出三千太平军将士 前去聚荣运粮 却在半路被曾国权截杀 全军覆没 现在的天津城 运一粒粮食进来都很困难 李秀成上书 请令洪秀全 让他先把城内 无辜的老弱妇孺放出城 陛下 与其让市民在城里饿死 还不如放他们一条生路 让他们出城去吧 至少清郡不会为难他们 既得了百姓活路 又能让城内粮食问题 暂时得到缓解 本来是条很好的建议 却被洪秀全一口回绝 李秀成回天津之后 算是受尽了委屈 他的很多建议 都被洪秀全否定 这位后起之秀 在众多太平军 将领中口为极好 他对主忠诚 对百姓仁慈 对敌人 也是尽量能不杀就不杀 只因不忍看到城内百姓挨饿 他把自己的存粮 拿出来广式周鹏镇灾 却也因为此事 又被洪秀全大骂 听说 你设周鹏镇灾了 天津城 还没有到这份上 你们家有多少粮食啊 你怎么不拿出来 给守城的将士吃 却拿来收买人心 臣并不是收买人心 也没有多余之粮 只是看鸡民可怜 那你的意思是 朕不可怜鸡民是吧 洪秀全一到关键时候 又犯起了他的老毛病 猜忌手下全臣 由于李秀成回来之后 提的一些建议 让他很反感 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建议 就是让他弃守天津 可洪秀全肩定死守 天津的决定不动摇 这个时候 他又开始不相信李秀成了 他把天津城门重要的关口 全部换上了红杏匠 听说 要把守城的降令 都换成红杏的人 总管是红人发 他口口声声说 天王有令 拥有皇帝 都要换上最可靠的人 谁最可靠 当然是姓红的了 你看 这就是对你 回天津 敬忠报国的报答 好不好会 呀 到此为止 这要让天王知道了 他会更起疑心 咸丰因为学外语过多 导致英年早逝 自咸丰驾崩后 他的爱妃慈禧 与孝珍皇后 两宫并尊 被尊称为圣母皇太后 而后联合公亲王一新 发动新有政变 一举除掉了 咸丰生前留下的心腹 素顺等八位雇命大臣 从而形成 亲王朝后期 二宫垂帘 亲王义政的格局 太平军自与花台大战之后 元气大伤 天津城被曾国藩的 湘军团团围困 而这个时候的红秀泉 却避开了所有正确答案 坚持守卫 他待了十一年之久的天津城 太平天国已成强弩之末 慈禧这个时候 觉得外患 已经被清除得差不多了 开始准备打压内部全城 为提防他们拥兵自重 他把公亲王和孝珍太后 喊来一起商人对策 这几个汉人都是殊胜 可是怎么都会带兵打仗呢 反倒比咱们圣堡 曾格林沁 何春他们强 可是这汉人手里 拥有了重兵 行不行啊 我看还是得防着点 若是他们连几手来造反 你说咱们怎么办呢 我呀 早就防着这手了 现在咱们是不得不用它 等长毛灭了 还能让他们带兵吗 慈禧怕曾国藩的乡军一家独大 准备下令 让在浙江的左宗棠 和在江苏的李鸿章一起合兵 助力曾国藩攻下天井 想让三家平分功劳 可此时的浙江境内 善有杨甫青 率领了几万太平军之众 左宗棠是脱不开身 杨甫青的这股太平军 一直持续到1864年 才被左宗棠彻底消除 现在只剩下个李鸿章 可腾出手了 可他却也有自己的想法 大帅 这一天六道圣域 不是让我们去助攻心灵 不去 与夺人口中肥羊相比 哪个青 哪个重麻 曾公是我的恩师 他派他的弟弟子侄济鸿 回攻南京一开两年 现指日可下 我们去干什么 去抢人功劳 去火中取利 去分人一杯羹 我不去 墓园1864年6月1日 洪秀群驾崩 临终前 把自己的儿子洪天贵府 托股给中王李秀成 这位太平天国运动的发起者 和精神领袖 结束了他的一生 他一手创立的太平天国 在他去世后不久 也即将复命 中王李秀成临危受命 接下这个有史以来最烂的摊子 此时的天津城 已被围了两年之久 粮食又运不进来 面对曾国藩相继的步步紧逼 他焦急万分 曾国藩 也知道他现在的处境 在此时故意放出假消息 刚才得到情报 杜空张今天在营中注授 曾国权包抄他们都要去饮宴 可趁机杀出城去 直到杜空张大营 只要拔出了这个钉子 天津之围就松动了 李秀成率不出击 到了湘军大营 发现对方空无一人 他意识到自己中计了 埋伏好的湘军 从两边杀出 李秀成率领残捕 退回天津城 此战又损失了好几千兵年 敌人这小小的伎俩都让我中了奸计 我太急于打破风所见了 洪秀全去世的第五天 公元1864年6月初六 湘军开始正式攻城 双方开始猛烈的火炮大战 李秀成率不死守 可湘军以五万精兵作为主力 东势寡不敌众 天惊城破 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 故人太平天国的基业 就此毁于一旦 贵求李秀成带着幼主 复为出城 太平天国可以没有洪宣娇 但不能没有李秀成 证我 天王万年万事福 委屈你了 就看在太平天国的份上 我带天王向你脱骨了 放心吧 李秀成为太平天国粉身碎骨 也在所不辞 李秀成还是尽到了他的义务 为了保护右天王红天贵符 他在突围途中 把自己的战马 让给右天王骑 自己则另骑了一匹不得力的马 红天贵符 因为骑了这匹快速的战马 了以逃出相距的追赶 后被红人干找到 而李秀成却因为 骑了一匹不得力的马 与大部队失散 最终被路过的村民发现 李秀成被俘后 以每天七千字的速度 撰写字数 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以及太平天国的新王得失 他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 十大原因 期间他企图用炸墙赢格时间 想伺机召集救古东山再起 最终还是被曾国藩识破 公元1864年8月7日被下令处死 十年四十二岁 临刑前 李秀成坦然面对自己的失败 谈笑自若尽了忠诚本分 公元1864年7月19日 随着天津城中最后一支太平军女子军的覆灭 这座仅仅建立十四年时间的农民起义军政权 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随后清军开始屠城 许多平民百姓无端被杀 其惨犯无可描述 整个天津城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海平天国 不会玩 不会玩 红秀权 东王杨秀卿 在天津事变中 被北王维昌辉诛杀 西王萧朝贵 攻打长沙重考而往 南王冯云山缩一度 被腹击重伤身亡 北王维昌辉自食恶果 被红秀权倾 石打开啊 石打开 我何该兵败于此啊 一王石打开 兵败大渡河 被射击右翔 最终被凝驰处死 海平天国运动是 中国近代历史上 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也是几千年来 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跌峰时期 势力席卷十八省 其疆域最广阔之时 曾占有中国半米江山 虽然只存在了十四年时间 却也使得清王朝国力大商 甚至不得不割地赔款 赢得外国势力的介入 最终才得已成为胜利的一方 直到天津陷落之时 流落在外的太平军加起来 还有将近五十万人 主要分为三股势力 第一股是没有跟随李秀成 为师天津的士王李氏贤部 第二股是福王陈德财所率领的 二十余万太平军 第三股是活跃在浙江的 福王梁府清所目 兵力虽多 却被分割在各个战场 最终被主阁消灭 右天王洪天贵府 从天津突围后 被洪人干找到 而后右天王仍以洪人干为军师 洪人干与赌王黄文金 仇义赌江西 会和士王李志贤 康王汪海洋等部 准备在联合湖北的 陈德财大军 绕京乡 许西安 建立临时根据地 可中途赌王黄文金病死 以致军心涣散 这股军队最终在江西石城 被清军围追堵截 干王洪人干被捕后 写完字述灵池处死 右天王洪天贵府 提审一年后 也被判灵池 十年十五岁 直到1872年 最后一支太平军部队 一王石打开渔布 李文才 在贵州败亡 太平天国运动彻底结束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